第21章 021豪爽首富 高博士 任婉轩不明白 为什么人签对白脸有偏颇 就因为白脸长得好看 运气好了点 他身边 陈柱也静静看着那幅字 听到任婉轩的发言 微不可见的点头 技衡悄悄掩杆 他将目光从拍卖场上收回来 又看一眼任婉轩 这才压低声音 对白脸无奈道 胡闹 别乱评价 任婉轩虽然语气不好 但有一点倒是没有胡说 要是被其他人或者粉丝听到白脸的话 白家那几位 虽然不是现在的明星 但在路上随便找个小孩 百分之五十度知道他们 到时候白脸真的要被网友喷死 白脸 哦 书法是需要讲究神韵的 他写的时候入了状态 但当时还小 还在练悬万的状态 每天右手都挂着砖头练字 下笔远没有现在文 梁泽温当时在他写完时就感叹 若是再晚今年写下这幅字定会更好 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任谦放下茶杯 打圆场 我们先看竞价吧 任谦笑笑 他看了眼锋芒毕露的白脸 内心暗自摇头 到底是太年轻了 不过 他也不该在白脸面前提起这些的 技家人看起来就是不懂良体的 书法是需要些艺术门槛的 问白脸这些跟对牛弹琴有什么区别 而外面 一楼二楼的人都蠢蠢欲动 竞价已经达到八千万了 然而 三楼还没有人出手 八千一百万 二楼的人再度竞拍 一亿 三楼的中年音响起 这一声 让仁谦不由作直 任婉薛宇陈柱也相互对视一眼 他看了眼白脸 然后压低声音 是那位陈菊 陈柱汉手 没有一开目光 这种有厚重历史的真迹 被人拍回去私藏 他们只能趁现在多看两眼 陈家跟人家虽然买到了邀请函 但没想到 陈菊最后不知在哪个地方 又拿到了一张邀请函 陈菊这个人情 他们两家拿不了了 三楼 陈菊手捏着把手 目不转睛地盯着中间拍卖台 一 二亿 价格越来越高 陈菊没忍住 将目光投向中间坐住的男人 江少 我们老爷说 这次您 您能不能支援我们陈家一点 老爷子说 只要您帮这一次 陈家养了一堆人 家里的一点点钱 都用来充当军饷了 别看还有个私人博物馆 实则至少稍微需要点钱的东西 基本上陈老爷子 都要豁出一张老脸 去跟江家哭穷 这次也不意外 陈菊本来想怎么才能将这位请过来 没想到莫费多大气力 江富黎随意坐在沙发中间 长腿优雅地交叠住 双眸盯着拍卖台 修长的手只搭在沙发背上 金贵又冷淡 文言 漫条丝里朝他撇过去一眼 陈菊一脸殷切地看着他 江富黎收回目光 重新看着拍卖台 他对书法研究不多 只是展台上的字 隐隐有重熟悉感 指尖浅浅点着沙发 陈寅半晌后 他给了明东恒一个眼神 明东恒坐在最右边 他按着按钮 掩掩莫眨一下地出嫁 两亿 一楼二楼三楼所有人 陈菊咬着手指 用一种十分羡慕 又觉得十分败家的眼神 看向明东恒 能不能别吧 两亿 说成 两块 得语气 明东恒回望陈菊 那酷酷的眼神 彷復在问他怎么了 陈菊收回目光 真的 魏石魔将加这魔有钱 他真的 好羡慕啊 这幅字迹 当然最后 被江富黎收入囊中 两亿对于场上 大部分人来说 还需要考虑一下 但对于亚洲首富的 江家来说 也就一句话的是 高挑优雅的拍卖师 瞧下最后一锤 一直紧盯着的陈菊 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忍住立马就让 拍卖场的人 将货送来的冲动 向江富黎道谢 谢谢江少 江富黎不慌不忙地 收回目光 他神色不变 狭长眼眸微调 优雅且真诚地发问 魏石魔要谢我 陈菊一愣 当然是因为那副真迹 这是白家人的真迹 还是那位白小姐的 陈家这魔穷 都凑足了一个亿 若不是老爷子身体不好 还在医院 他早就亲自来这场拍卖会 护送这副真迹回江京 江富黎起身 朝陈菊略一点头 十分地风淡云青 我有说是给你们拍的吗 陈菊 啊 不 不是吗 陈菊看着江富黎那张惊冷的脸 想说什么 最后还是默敢说 白虎拍卖场的到此告一段落 工作人原将任菊拍卖到的东西 送到一楼包厢 任菊的密书常将东西收起来 一行人顺着人流出去 中途密书厂接了个电话 什么 我知道了 任菊跟季衡并肩走在前面 密书厂拿着手机 他看了季衡跟白脸一眼 似乎想说什么 但又不想在两人身边说 任菊看出他的欲言又止 直言道 什么事 就是那位高博士 密书常关了手机 稍稍压低了声音 他答应了宁月的饭 叔说 距离密书常境的任婉轩皱了皱眉 他打断密书常 这件事 我们回家再说吧 听任婉轩正摩说 人签默认了 密书常也就没再说 外公 白脸收起手机 他走了两步出门 低脸着眉眼向季衡告别 我自己先回去 季衡有些担心的看向人流 那你自己小心 手机不要关机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好在今天黑水街拍卖大事 治安管理的不错 现场一路走来有不少保镖 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他犹豫了几秒后 也就答应了 好 白脸漫不经心的看着门外 重新戴上耳机听单词 根本就没管人婉轩他们说什么 不急不缓地走入人流 他一出门 在门口等着他的毛鲲就看到了 姐 他抽出一支烟 恭敬地递给白脸 白脸平日里看着总是 懒懒散散的 似乎有无限风情 可眼下看他那双黑沉沉 透不出任何情绪的毛子 瞧着梁的惊人 白背心一个秃秃 心想 这是谁这魔不长眼 得罪他了 怎么让他露出这种表情 他马上递烟 试图缓解气氛 白脸并不喜欢烟味 此时却咬着烟 任由毛鲲点了火 星红的火蛇卷上雪白的香烟 他将手里的背包扔给毛鲲 白皙修长的手指夹住烟 清烟飘散龙了他的眉眼 声音蓝蓝 找个地方我写作业 好嘞 毛鲲小心翼翼地拿着他的包 转身去找地方 白脸穿着古色古香的衣服 站在湍流不及的长街上 精致的五官被薄薄烟雾笼罩 如同一不小心 误入现实的古典少女 不少人频频回头驻足 暗自吸气 终于有个男人忍不住走过来 用充满意味的目光打亮他 小妹妹 怎么这魔碗还在这里 白脸靠着路边的墙 姿态慵懒地偏了下头 全身上下 只有头上一根再简单不过的木柴 再也没有其他装饰 嘴里咬着烟 很是漫不经心地看着他 这一片头 那双眼睛简直漂亮的惊人 却是浸透着寒意 男人莫忍住 就要伸手碰他的脸 却被一只手拦住了 这位哥哥 想要玩不如找我 这种一看 就是学生们有什么好玩的 女人穿着紧身黑衣 手指轻轻画过男人的胸膛 妖艳的眉眼 带有些虚条都以为 男人看看白脸 又看看女人 最终还是感觉到 有些危险 然后轻轻抓住那女人的手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 姐 就在上次的吧台 毛坤声音从后方传来 现场的两人一愣 一转头 就看到毛坤凶神恶煞地走过来 男人显然是认识毛坤的 他抓着那黑衣女人的手 不由一抖 心里想着 不会毛坤也看上这女人了吧 毛 毛 毛坤直接穿过他 停在白脸面前 姐 没出什么是吧 白脸咬灼烟 轻轻逆着那男人 最后目光放在黑衣女人身上 你是哪里人 黑衣女人一愣 似乎是顿了下 才开口 相成的 我就知道 谢谢 白脸将烟掐灭 随手扔到垃圾桶 然后对着毛坤说了句 我去写作业 毛坤忙不迭地映住 姐 您先去写作业 闲吵的话让人带你去包厢 等他走后 毛坤才一把抓住男人的领子 你是不是瞎了 你想跟我解完 他将手中的男人扔给手下 冷冷道 处理好 旁边女人这才回过神 惊讶的 毛绍 毛坤认出来艳丽的女人是酒吧助唱 他给自己点了支烟 临走前开口 雪纯 记一下我的号码 以后有什么事 直接找我 今天 这条街墨血流成河 你记大功 他现在对白脸的心思 揣摩的 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将近晚上十点 黑水接人 正是多的时候 任家的车排了一会儿 对 才缓缓出了地下停车场 商务车 纪衡跟人牵坐在前面 纪衡拿着烟袋 沉默地看着窗外 余光中似乎有一道黑影 他一愣 连忙道 停车 司机停了车 任谦诧异地看向纪衡 怎么了 默示 纪衡看着人群 摇摇头 可能看错了 他变得沉默起来 车子在车流人海中 再度驶出黑水街 最后在清水街的巷子口停下 等纪衡下车 进入巷子后 车才慢慢向人家开去 继衡走后 任谦财问副驾驶上的秘书长 高博士的助教回你了 秘书长严肃地点头 万和楼的包间 我们还在续定 我尽量跟高博士的助教 约最近的时间 陈柱跟任婉轩 坐在商务车的后座 他一路忍着疑惑 此事件他们再次说起 这才看向任婉轩 你们说的那位高博士 任婉轩这才开口 你应该知道 乡城有个大项目 江津那边来了不少人 这位高博士就是刚回国的江津大学博士 什么 江津大学 陈柱差点失声 乡城有个大项目 他也只听父母讨论过 但因为事件涉及到二级机密 他并不料解具体内容 可江津大学的博士 那少也是每一届全国眷状员的存在 任家是怎么联系到的 没错 任婉轩知道事情轻重 才没让秘书长 挡住白脸的面说出来 以免记恒跟白脸听到 若是高博士 肯辅到我们一二 或者向江津大学推荐我们 乡城中学 已经很多年末出过 考到江津大学的学生了 这一次是好不容易才申请到 江津玉被赢 的名额 就算高博士 申请不了江津玉被赢的 他们培训班 将近二十个人 争一个名额 每个人都是竞争对手 每一次的课后习题 都记入平时分 这些习题 对他们来说很难 但对高博士来说 绝对简单到极致 有了高博士的帮助 他们胜算会达到百分之八十 陈家能请到陈局做客 任婉轩也知道 陈家的重要性 他跟陈长 宁霄之间存在差距 所以 这次高博士的事 他没有在隐瞒陈柱 陈柱也从恍惚中回过神 心脏 扑通扑通 跳得极快 几乎要从胸膛跳出来 谢谢 他定定 看向任婉轩 深深呼出一口气 我们同一组 当然要共同进退 任婉轩笑了笑 并不在意的样子 陈柱点头 星期五老师 跟他说分组的时候 他当时是有一点后悔的 因为宁霄看起来 是想跟白脸一组 也不奇怪 他们俩同班 可现在 他却十分庆幸 庆幸那天晚上他 婉拒了班主任 并在第二天任婉轩问他的 时候他没有拒绝 前面 任谦忽然想到什么 随口道 我记得白脸 是不是跟你们一样 也在高三 如果请高博士吃饭 也带上他吧 任婉轩抬头 带上他 怎么 高博士说话他能听懂 第22章022 没这时间陪他玩过家家 一提到白脸 任婉轩脸上的笑意就没了 神色淡淡的 季衡也偏爱白脸就算了 毕竟他对季衡的态度并无所谓 可任谦才见过白脸两次 卫石膜也对白 脸着膜上心 人家约高博士 约了那膜酒 送了那膜多礼 才约到饭局 任谦轻轻一句 就要戴上白脸 外公 你是不知道吗 白脸他里赠85 任婉轩 没有什么情绪的开口 高博士那样的精英人才 说的话他能听懂 我们好不容易请到了高博士 到时候他一句话 不小心将高博士得罪了 我们找谁 一番话说的 驾驶座与副驾驶的人 连气都不敢大声喘 他身边 陈柱也为开口 为白脸说话 于他来说 任婉轩说的是事实 没石膜 可辩驳的 而且 就算退一万步 他也不会选择在这种时候 为白脸说话 任谦对白脸是有点欣赏的 他之前确实看不上几家人 看任谦沉默 任婉轩没忍住 您这是要准备给几家送多少东西 停车停车 他用力拍着窗户 任婉轩在家中向来备受宠爱 任性惯了 司机不敢不听他的话 将车停在路边 任婉轩直接下车 一个人走在路边 他在家向来随心所欲 沉着看他一眼 也拿上手机准备下车 任谦看着他 不由叹了口气 见笑了 沉着你帮我看着他一点 沉住点点头 我知道的 车子停在原地 看着两人走入夜色 副驾驶坐 秘书长才询问 那先生 还要通知白小姐吗 算了 任谦开口 小姐说的也没错 秘书长吩咐司机开车 回头看着 融入夜色的两人 白小姐去了 用处也不大 顶多常常世面 任婉轩说话 虽然带了自己的情绪 但他也莫乱说 这些高知识分子说话 白脸能不能听懂 还是一个问题 到时出现了今天这种 评价梁泽温徒弟 得笑话 那宴请交好高家的目的莫达到 反而一笑大方 他要是跟白脸一样 让我省心就好了 先跟高博士约好时间吧 你问问他的助教 最好约明天 任谦按着脑门 相诚一中 关于将近欲被赢的评选 要开始了 他看出了白脸的反骨 可他多听计行的话 密书常听助任谦对白脸的看法 心中一惊 一日 星期一 白脸晚上回来的晚 却依旧在六点前起床 七点不到 就在清水街路口等车 公交站有座椅 只是白脸不喜欢坐 他靠在公交站台 看车流跟路过的行人 旁边几个早起买菜的爷爷奶奶 都习惯着小女生 经常盯着街道与人群看了 有个阿姨 非得射给白脸一个鸡蛋 白脸推却不掉 只好将鸡蛋拿在手里 等阿姨的公交车到了 他目送他们上车 才继续看着街道 对面 有个老奶奶拿着袋子 正沿着街道 剪街上的垃圾 他看起来年纪很大 白发苍苍 但举止从容不破 纵使苍老 脊背却一直挺着 身上穿着比他身形 大很多的迷彩服 迷彩服的袖口 还闻着很简单的花式 这两天一直阴语绵绵 垃圾桶边滋生了一些青苔 白脸失利好 一眼就看到 老人脚底下的青苔 还没来得及提醒 老人脚下一滑 默示吧 白脸小跑到对面扶起他 老人抬了下头 他脸上皱褶很深 眼睛浑浊 精神气却很好 神情十分柔和 小姑娘 谢谢你 白脸将他扶着坐到路边 对面 十二路公交到了 老人认出来他的校服 有些担忧 你的车到了 白脸却并不急 他手捏了捏老人的脚脖子 抬头 出生的太阳 洒在他漆黑的头发上 朝气蓬勃 您脚扭了 说住 他手下一个劲 直接将老人扭到的脚恢复 你好厉害 学过一吗 对面 十二路已经开走了 老奶奶看着他末两下 就恢复他扭到的脚脖子 愣住一会才询问 你也是这一片的 我怎么没见过你 不算正经学过 白脸将他扶起来 耐心地回答问题 我刚搬到外公家 十五班第一节课 八 零九 陆灵溪看着教室门口的两个男生 气不打一处来 张世泽 文奇 你们两个就 每天非得迟到那抹几分钟是吧 你们都高三了 每天两眼一睁 就得给我拼 张世泽 文奇两人低住头 乖乖 任陆灵溪批评 他俩昨晚打游戏太晚 早上根本起不来 陆灵溪正披住 一道清悦的声音从两人背后响起 老师 白脸错过一辆公交 比平时晚到半个多小时 一身校服在他身上 极其清爽 身姿轻瘦 黑色的瞳孔印着出扬 修长冷白的手中还拿着单词本 半垂着漂亮的眼睫 乖乖站在张世泽 欲闻其身边 陆灵溪烧顿 灵力的眉眼随即温和起来 白脸 怎么来这么晚 白脸低头认错 昨晚看书太晚了 虽然高三了 我们也要劳逸结合 陆灵溪半点也不怀疑 他知道白脸就算是课间 也在认真被单词刷体 他拍拍白脸的肩膀 语气和矮 晚上不要看太晚 注意消息 快进来 还站在门边的张世泽 欲闻其目瞪口呆 然后殷切地看着陆灵溪 陆灵溪再一转头 对上这俩的目光 冷笑道 怎么 您二位也看书看太晚 两人 倒是没这个脸 十五般传来隐秘的笑声 白脸回到座位上 又恢复以往的状态 漫条斯里的打开书上完一节课 课间 张世泽问他 你昨天晚上真的看书太晚 莫呢 白脸翻开席提侧 悠悠支着右腿 漫不经心的 就是错过一辆公交了 张世泽 他愤怒地准备去买瓶冰水冷静一下 文娱委员跟陆小韩对视一眼 跟上张世泽 你作为十五班的一员 该不该为我们班做点贡献 张世泽打开冰柜 眼也不眨 可我什么也不会啊 孝庆难道让我上台打游戏 旁边的陆小韩搂助文娱委员的肩膀 对张世泽指指点点 确实挺没用的 所以 我们也没打算让你干嘛 你也就那张脸刻一看 到时候 就往台上一站 充当吉祥物 什么叫我 确实挺没用 运动会用不上我 张世泽拿了瓶饮料 我真的酸 行了 闭嘴 陆小韩忍无可忍 好好一个人 怎么偏偏长了张嘴 他们往回走 一路上都是陆小韩 跟文娱委员的吐槽 张世泽不敢反抗这俩女人 十五班走廊上 站着不少男生 不少人吹着口哨 不经意地看向窗口 张世泽凑过去看了一眼 这个方向刚好能看到白脸 他低着头 正不慌不忙地 从桌子里面抽出一张卷子 懒洋洋地拔掉笔盖 他扶持心灵地对陆小韩二人道 你怎么不找我钱桌 当机箱物 他钱桌比他合适多了 就那张脸 往外面一摆 就是门面 这不是 在努力吗 文娱委员点头 我跟小韩在商量 怎么骗 陆小韩连忙打断他 怎么说服他答应我们呢 张世泽你有办法吗 张世泽摸摸鼻子 我宁愿去叙利亚 别看他前桌平日里漫不经心的 还思思文文 一副好学生的乖巧样 座位后桌 他看得很清楚 那好学生模样 只在陆灵溪面前 你换成八班的人来试试 下午最后一节课下课 陆小韩也莫找到机会说服白脸 白脸上客人真听课 下课不是在刷题 就是在背单词 简直跟他同桌杨林一模一样 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白脸去培训班 今天的培训班 大家都按分好的互助小组做的 八班班主任拿着U盘过来放陆平 从这个星期开始 课程难度会加大 八班班主任看着报告厅的一群尖子声 严肃道 下个星期会确定最终选名额 所以这两周的日常评分非常重要 台下坐著的学生都十分认真 八班班主任这才打开陆平 坐在同一排的陈柱 与人婉轩相互对视了一眼 谋底的野心清晰可见 白脸人真坐在位子上 今天的知识点 已经脱离电词学讲到光和动力学 一整节课程都在说偏振与单轴晶体 还涉及惠登斯原理与色散 白脸全都记下来 他理解得很快 但很多公式莫明白 因为他还没学到色散曲线 课程有难度 所有人都听得十分认真 七点半 视频放完 不少人上去拷贝今天的视频 八班班主任开始发今天的习题 白脸看了下题目 一整页纸的长度 说的就是光学晶体 色散曲线方程 他还没学 赵丽将题目收起来 放在桌面上的手机 显示了两条消息 他手机没加几个人 打开看了眼 江老师 答案没给他们吧 白脸 没 江老师 晚上带他们一起过来 我给他们讲题目 白脸看着江副离这条消息 觉得有些意外 右边 陈柱与人婉轩 罕见的没有留下来 两人相互对视一眼 就收拾东西 离开报告厅 朱家人对题目也头疼 他早早就盯着陈柱那一组 见他们今天走得这么早 不由戳着唐明的手臂 他们肯定又去万和楼了 唐明正在死磕今天这道题 闻言 抬了下头 有可能 任婉轩跟陈柱 他们家都有钱 等任婉轩与陈柱寄人的身影 看不到了 朱家人才收回目光 就看到白脸将老师发的习题收起来 他一心阑珊地收回目光 丝毫不意外白脸的举动 毕竟这题 他做起来都困难 别说白脸 对了 报告厅有些热 白脸脱了校服外套 穿着白色 绣着墨色竹叶的天丝中绣 手上漫条丝里的 将中性笔的笔盖拔开 晚上你们有时间吗 上次给你们的题 要跟你们讲一下 前面 一直埋头写 做夜宁萧旁扶 被按了哪个机关 他回了下头 看向白脸 在哪 白脸懒懒地翻开 黑色笔记本 指尖压着雪白的本子 校门口奶茶店 校门口奶茶店 不远 宁萧汉手 好 我跟你一起去 他身边 唐明摸摸脑袋 上次的题目 他莫怎么看懂 但今晚老师留的题目 也难 唐明有点想回去 做今晚 拿道光学金提题 不过新同学第一次叫他 唐明 那我也去 他对新同学说的讲题 没实摩想法 毕竟白脸看起来对 今天的题目很吃力 但白脸早已经超越 其他任何一个人 成为相成一中人的女神 他室友要是知道 白脸约他他不去 那他晚上睡觉 都要担心被室友们创死 住家人偏唐明跟明霄一眼 然后朝白脸笑笑 很有礼貌 白同学 我住宿 回去太晚宿舍就墨水了 你们去吧 我想先回去洗头 这个培训班的都是学霸 别说白脸的85分 就算200分 在他们这里都不值一提 任晚宣称着 跟他们讲题还差不多 他会放弃洗漱 跟他们出去 至于白脸 这个本身就需要被扶贫的人 要跟他们讲题 住家人末这时间 陪他玩过家家 第23章 023区别对待 公平公正 8点 报告厅其他同学 开始磨磨叽叽地收拾东西 一脸愁苦地离开 很明显 今天留下的习题 太难了 半小时还不够他们画 第一小问的作图 宁肖一到点就收拾好东西 回头看白脸 白脸在江富里笔记本上 找到色散曲线 将最小偏向 脚给弄清楚了 漫条丝里的江底盖 树 笔记本一一理好 宁肖垂着脸 苍白的手只动了动 看起来 有重想要帮他 立马整理好的冲动 两人一牵一后出去 唐明也从那道题目中 抬起头 他快速收拾一堆 乱糟糟的东西 声音微微拔高 你俩先走 我马上就来 旁边 朱家人自然也磨弄明白那道题 他按着脑门站起来 收拾东西 就回警示 看到唐明这样子 他挑眉 似乎想是要笑 不是 唐明 你不会真做了他给你的题吧 培训颁发的题质量那么高 他们根本吃不透 哪里还有时间看白脸给的题 那不如回家多刷两套十年模拟 唐明张了张嘴 其实 题目含金量 还是有的 算了 朱家人将书包背到后面 摇头 你想做你就做 当然别怪我没提醒你 这是在浪费时间 我们在培训班的表现 都汇集入评十分的 谁都知道 这个培训班是干嘛的 趁着没几天 好好珍惜培训班的时间 才最重要 唐明追上白脸跟凝霄 江赫依旧 坐在奶茶店最里面的角落等白脸 依旧在玩他的魔方 不说唐明 在看到江赫玩的是 什么魔方之后 有多惊恶 连宁霄都多看江赫一眼 江赫向来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也不喜欢生人 白脸没向两人介绍江赫 坐下之后 他什么也没说 而是将背包里的答案 递给他们 是上次江富里 留下的习题答案 宁霄接过答案 就将今天的习题 放到一边 开始研究答案 答案并不是白脸的字 而是有点清卷的 一个个字迹飘在纸上 大部分用了符号代替 他有点怀疑写答案的人 或许觉得答案太简单 所以才如此潦草 唐明拿出背包里白脸抄的题目 本就随便看看白脸给他们的答案 因为他其实也觉得 让白脸跟他们讲题目 有些天方夜谈 之前题目是觉得有点绕 知识点太多 看完第一小问 打算随便看看的唐明 忽然坐直 跟宁霄一样拿出笔根纸 开始演算 纵使唐明成绩没有宁霄好 他也能看出来 这道题比上次老师留的电磁题 含金量要高 江副离九点到达奶茶店时 他们俩还在研究那道题 有人身上自带冷气 他一进来 整个奶茶店似乎温度都要低上两度 宁霄跟唐明一抬头 就看到一双浅淡脸着寒气的眼睛 奶茶店面机小 就放了张四人小方桌 以往江副离就坐在白脸跟江赫对面 眼下多了宁霄与唐明 江副离瞥了江赫一眼 江赫手一顿 然后默默收拾自己的东西 坐到白脸背后的桌子上 今天留的什么作业 江副离优雅地坐下 身上黑色风衣 整整齐齐 一尘不染 修长白皙的手指 结果白脸递过来的题 他分明莫说其他话 给宁霄与唐明的压迫感 比班主任还大 光学晶体 江副离扫了一眼题目就知道 随意地朝对面两人开启技能 第一题跟聚会更思远里 就能确定 一光与欧光的传播方向 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们俩应该都会吧 一中的学神宁霄 忽然有点沉默 普通学霸唐明不敢说话 江副离冷冷扫过去一眼 他张口 刚要说什么 身边 白脸不慌不忙地 将身边的笔拔开笔盖递给他 他一边耳机还戴着 刚刚在背单词 细碎的头发 画过鹅角 一手懒洋洋的支柱下巴 江老师 我还没 怎么学倒色散曲线 江副离收回宁视二人的目光 他接过笔 也没看题目 低头在纸上写下一组漂亮的方程 单轴晶体的波速很简单 坐在江鹤身边的明东 很难以置信地看着江副离 不说他 当初明镇江津大学的江西爵 都被江副离骂过 凭什么 他承认白脸聪明 但是他对面那俩玩意 凭 神 魔 明东横冷酷地收回目光 这边的三个人听得很认真 江副离并没有直接写着道题的答案步骤 而是江原理全都剖析出来 有浅至深 宁霄与唐明都拿着笔 一边听一边记下重点 他认真讲解题目时 身上的冷冽少了很多 白脸有影像记忆能力 不需要记在本子上 他一直专注听著 遇到专业名词 他才会记到给季衡准备的小记事部中 准备以后随机挑选一个讲给季衡听 接近半个小时 江副离才将四个小题说完 说完后 其他三个人才按照自己的理解开始做题 江副离说的远没有课程那么多 但他没有一句废话 而且剖析的十分清晰 他的讲解能力 就算来个物理学渣也能完全听懂 白脸晚上也还没吃 等江副离说完 他就拿着单词本去跟江河一起吃饭 这边江副离还坐在宁霄与唐明对面 他一首搁在桌子上 只副懒懒压着一张保纸 你们互助小组还有个成员吧 唐明面对江副离真的很难发言 宁霄点头 江副离将纸收起 漫不经心地折好 又加到白脸的黑色笔记中 这才看向二人 今天的事 我不希望会被那位成员知道 宁霄跟唐明都是聪明人 瞄懂江公子的意思 我们知道了 宁霄代替唐明答应 对了 江副离随意硬住 起身去吃饭 也不用让白同学知道 题目有些难 他们三个到晚上十一点才写完 白脸还在继续做题 最近疑问很多 他也睡不住 经常刷题刷到深夜两点 江副离拿着电脑坐在一边处理文件 江赫已经在旁边的小沙发上睡着了 明霄跟唐明做完洗题 先出了奶茶店 相互对视眼 这两人正魔聪明 撂还真魔卷 等看不到江副离 唐明才向宁霄发出真诚的提问 刚刚那个人是谁啊 要是他从小就有江副离给他讲课 他妈妈再也不愁他考不上江金大学了 越是成绩好越是能理解江副离的恐怖程度 把难题画成最简单的讲法 即便是每天晚上一个半小时 江金大学的辅导课程都急不上他讲的十分钟 他要出去讲课 得有多少人排队啊 宁霄摇头 我终于知道魏式魔星同学能进培训班了 唐明感叹 他俩都挺可怕 宁霄默说话 只是默认 嘿嘿 运气真好 唐明搓手 一日 陆小涵跟学习委员终于找到机会 同白脸说起孝情这件事 陆小涵就坐白脸前面 转身 趴在白脸桌子上 眼也不眨地看着白脸 表演 白脸将一个公式写下来 抬头 一双信眼 脸着惊讶 可是我才一都很一般啊 末世 陆小涵抱着他的手臂 你就往台上纳摩一站 都不要动的 你就是我们十五班的招牌 好不好吗 白脸是真的觉得自己其他挺一般的 但是 看陆小涵与其他人的目光 他拒绝不了 只好抱上剑舞 听起来好酷 陆小涵跟文娱委员有些激动 白脸不太理解 耍个剑花 有什么酷的 这不是人人都会 需要我借个场地给你练吗 陆小涵羞涩地开口 不用 我晚上有培训班 白脸摇头 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他再三强调 不过 我以前常见学得真的很一般 末世 末世 陆小涵摇头 他又不需要白脸舞得多好看 白脸只要往台上一站 他们十五班就赢马了 你什么时候 有时间 我们带你去舞台排练一遍就行 好 白脸抽出下一节课 要用的数学教材 指尖懒散地 压着要复习的那一页 宽大的校服 将他过分艳丽的眉眼 衬托得柔和 你们给我准备一把长剑 陆小涵跟学习委员 相互对视一眼 比了个页 然后将白脸的剑舞 写到排练表上 学校道具是 没有长剑 他们的去外面定制一把 还有衣服 也得提前准备好 两人在本子上记好 晚上六点 培训班 八班班主任 将昨天的答案收上去 就开始播放今天的视频 依旧是物理 今天的录屏 比昨天难 往后会越来越难 大家做好准备 基本上已经超过高中之时了 八班班主任 坐到后面 一边听 一边给昨天的题目评分 一共四小题 大部分人 只做了前面两小题 直到他翻到任婉薰的答案 任婉薰每小题都写了 就是最后一条题写的笼统 其实看上去很明显 应该是有人给他 写了答题过程 但是最后一小题 他莫弄懂 八班班主任一愣 刚想在平时分上写上 十 他想起来什么 又拿出白脸的答卷 也是四小题 每题都做了 做法跟他拿到的答案 完全不一样 八班班主任 眼前一亮 开始研究白脸的答案 比标准答案更详细 更清晰 实际上标准答案很简单 第一题小题 只有一个图 白脸却在旁边写了标准的分析 本看的模糊的八班班主任 看完白脸的答案后 终于对这题有了理解 他心下有了定夺 任婉宣陈柱他给了八分 他那组其他两人只写了三题 他给七分 白脸凝霄十分 唐明里解差了点 最后一题虽然有答案 但略显模糊 给九分 八班班主任按着白脸的答案 思考很久 他上次问过白脸 凝霄跟唐明与他一组 得益于谁不需要说 七点半 陆平放完 任婉宣陈柱四人 依旧没有留堂 脸上神色很兴奋地离开报告厅 走廊上 八班班主任叫住任婉宣 任同学 任婉宣对班主任很尊敬 老师 嗯 八班班主任手里捏着白脸的答题卷 温和地看着任婉宣 道 任同学 我看了你的答题 比解析更标准 这答案是高博士写的 自然标准 任婉宣笑笑 八班班主任 话题一转 所以 我想把这份答案给其他同学一份 可以吗 任婉宣盯着八班班主任 忽然问 包括白脸吗 班主任莫说话 老师 任婉宣心理欲气更重 不知道卫石膜 每个长辈都很喜欢白脸 明明白脸成绩那摩刹 他忍住发酸的语气 我们最终是要进行评分吧 学校能保证整个过程公平公正吗 当然 这解析 是我家千辛万苦找的高博士才拿到的 是我们的个人能力 任婉宣开口 他们想要更清楚的解析 想要更高的评时分 也能自己去找人帮他们解题 这样才是真正的公平公正 不是吗 八班班主任看着他 他收起手中的纸 好办上 对 是我想差了 确实 这样才算公平公正 任婉宣看着班主任的眼睛 问 所以 我们的解析你 不会给其他任何一个人 对吧 第24章 零二四江公子薛定恶的脾气 物理书 你放心 八班班主任收回目光 我不会给其他任何人的 任婉宣知道 班主任不会说谎 而且有任家在 他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得罪他 这才向班主任告别离开 他妈妈花了很多代价 才让高博士答应 教他们十天 他不想再在这里浪费时间 八班班主任 看着他离开 又进去找白脸 今天的习题 白脸依旧莫作 他已经习惯了 只伸手敲敲他的桌子 让他跟上来 白脸拿上外套 一边披上 一边慢条丝里地跟着他出来 他站得笔直 眼睛很黑 纯粹的瞳孔里 倒映着八班班主任的身影 与气势对老师的恭敬 老师 白脸对老师与长辈 有着超乎寻常的礼貌 这一点八班班主任 跟陆灵溪他们 早就看出来了 一个十分有礼貌 学习态度十分断正 聪明好学 又长得好看的学生 哪个老师会不喜欢 八班班主任 心情瞬间就好了 他手背在身后 忽然间咳了好几声 白脸听出来 老师并没有感冒 他看着他的脸 面不改色地关心 老师您默示吧 默示 嗨嗨 八班班主任叹息 一脸忧愁 老师昨晚一晚上默睡好 您怎么了 要注意身体啊 白脸很配合 他眼珠子转了转 又咳了两声 我最近一直在想一本书 你知道是什么书吗 白脸 什么书 江经大物 八班班主任很深沉 白脸 OK 他懂了 他回到座位 将江经大学物理 拿出来递给他 八班班主任 眼睛一亮 故作淡定地接过来 你昨天的CT答案 我可以给其他同学看吗 可以啊 白脸手上还拿着笔 微脸着眸子 在思考色散曲线方程 语气并不太在意 说完却发现 八班班主任 不知道用一种什么眼神看他 怎么了 白脸挑眉 八班班主任不了解他 他对乡城的人 从来不吝啬任何东西 更何况这对乡城学子学业 很有帮助 你不怕其他同学 分数超过你 白脸黑魔与他对视 微调的神情透露出 或许是本性的嚣张 淡定又自信 哦 那他尽管试试 八班班主任 他谎黄手里的书 当然没有要把白脸解析给其他人的意思 我看完就还给你 白脸懒懒点头 有些漫不经心的样子 莫是 老是你喜欢 以后等我看完了 我问问别人 能不能送给你 真的 八班班主任 意识到自己太过激动 他又立马将手背到身后 高深莫测的 好 我知道了 你回去写作业吧 阶梯教室里 住家人小声对唐明 说着小道消息 他眼里满是惊险 听说人婉宣他们那一组 有个将军的博士讲题 这一次名额 肯定是他跟陈柱两人中的一个 这小道消息 在培训班传开 大部分学霸 都放弃跟他们俩竞争 要是我们 也跟他一组就好了 住家人喃喃开口 眼里向往十分明显 将军大学的博士啊 我们这辈子 可能都陷不到 还的是任家人 住家人回头看自己这组的人 唐明只是敷衍地附和两句 就低头看笔记本 白脸刚回座位上 他照例将今晚的习题收起 又从口袋里 磨出一颗糖 悠闲地剥开 低脸的长洁 让他看上去磨 那磨好惹 似乎察觉到目光 他冷淡地抬了下头 被那双漆黑的毛子一看 住家人莫来游的压迫感 回过神后 他不由撇嘴 装什么呢 八点 唐明这次比宁霄还要积极 提前五分钟收好东西 然后拿着书包看着 白脸慢吞吞地收拾 又急又不敢催 住家人依旧莫跟他们一起走 八班班主任 在一边看将近物理 今天莫提前回去 建筑家人一个人拿着包 往宿舍的方向 你怎么没跟宁霄他们一起去 他发出疑问 老师 住家人拿着背包 没识磨精神地回答老师 宿舍热水停得早 我想先回去洗头 而且 我在宿舍学习也是一样 就让宁霄跟白脸同学先讨论吧 这样 八班班主任沉默了一会 然后点头 老师觉得 住同学 你可以适当地合群一点 住家人有些敷衍 并不当回事 我知道的 老师 他说完就离开这里 八班班主任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住家人是跟白脸一组的 但现在他才知道 住家人为时摸没有答案 作为老师传道授业解惑 他硬做的都做了 人生的路 害得他们自己走 高考是和全国竞争 而不是和这个学校的人竞争 年级组一致决定 这个互助小组 是希望他们能够走得更远 而不仅仅是在这次的培训班 任婉轩既然想要公平 那就让他们各显神通吧 动量要守恒 所以 背屏的折射率 与基屏要一致 那当他们同位一束光的时候 不可能拥有相同的折射率 江富黎奇长身姿威 靠着椅背 他一手还放在电脑键盘上 淡色的眼眸微眯 让他看上去很不好惹 身上的金柜 是进到骨子里的 他与其平静 又慢条思理 懂了吗 白脸听懂了 今晚讲的依旧是光学题 两节视频课一看 加上江富黎的讲解 还有笔记本上的立题 全都学透 其实跟昨晚那题差不多 题目比昨晚要难 江富黎说得挺快 白脸刚要点头 下意识看向对面 宁霄记笔记的手微钝 他漏了个只十点 唐明 他漏了 很多个 白脸懒懒拿了只笔 纤细的手指 在笔记本上 写上一行规整的字 下巴搁在手臂上 江老师你再说一遍 江富黎冷冷扫对面 两人一眼 毫无感情地重负了一遍 宁霄终于收起笔记本 松了口气 唐明一动不敢动 他还差一点 江富黎盯着唐明 往后一靠 到底是莫忍住 怎么 你是灵魂出窍了 江老师 白脸给他倒了杯冰水 江公子忍住 再次讲了一遍 后面 陪江贺在玩的 明东横难以理解的收回目光 大概一分钟 他掏出手机 在群里发 明东横 江少再给一个普通高中生讲题 两分钟后 才有人慢悠悠地回 许南景 点啦GPG 江西爵向来不理他 明东横 光学题 他平静地讲了 三遍 不到十秒钟 许南景 What 许南景 不可能 许南景 不幸摇不传摇 许南景 微笑 江西爵 江西爵发起群视频通话 微信的视频 邀请通话声响起 明东横 眼疾手快地掐断 以免打扰三个高中生学习 江西爵 邀请你视频通话 掐断 江西爵 邀请你视频通话 掐断 江西爵 邀请你视频通话 关机 安静了 明东横 松了口气 他拿着手机 若有所思地 看着白脸 觉得自己很聪明地 发现了什么 他对面 江赫很无语 白脸依旧是听完讲解 才去吃饭 江赫每天都要等他一起吃 看他去吃饭了 江富里目光 微微偏移电脑 声音依旧冷淡 你们培训班 这次竞争的是什么 唐明完全不敢说话 明霄倒是冷静很多 将经大学域 背影EPI的名额 他给了几个名额 江富里指尖 按着键盘 随意询问 明霄没想明白 江富里嘴里的 他 是谁 只是跟唐明相互对视一眼 几个名额 这名额来之不易 他们相承近十年 才有这一个 他用几个来形容 江金大学域背影的 名额难道是大白菜 就一个 明霄回 江富里指尖停在键盘上 侧了侧头 总是平静疏离的眼眸 略过一丝难以理解 我知道了 他点点头 十二点半 车停在清水街口 我到了 白脸下了车 站在街道边 忽然想起 他今晚无数次想要脱口出 又咽下去的样子 他摸出口袋里 最后一颗樱桃味的水果糖 递给江富里 什么 江富里也下了车 他会目送白脸进巷子口 才会上车 白脸展开手 将红绿色包装的糖 放在他手心 他手指纤细 不太明亮的路灯下 像被浸润的冷浴 早上坐车 阿姨给我的 白脸抬头 对上他的眼睛 很短暂的一笑 又很认真道 辛苦了 江老师 他看身边的人向来 如同一个路过城市的看官 即便是笑 也是随性不达眼底 像是扶贫 可能稍加不注意 他就会随时被风飘走 此时却是一个极其纯粹的笑 他微微仰住头 漆黑的信 掩映着路灯细碎的光 懒懒散散的 让人很难不被击中 江富黎看着他 拿着书包转身 朝他随意地挥了挥手 走路巷子 将手心的水果糖握紧 回到车上 他想起来什么 拿出手机 发出一条消息 你的实验室 终于要倒闭了 某位院士梦中惊醒 什么 江富黎冷笑 江津大学 预备的名额 只分到一个 这跟倒闭有什么区别 八班班主任一晚上没睡 将江津大学这本书翻完一遍 然后把每一页都拍下来 沉住早上去办公室送作夜本 离开的时候看到他桌上摆住的书 忽然尖角一顿 书上的字很清晰 江津大学物理 大部分参加过竞赛的学霸 都听过这本书 江津大学物理系 几个德高望重的院士 编写的一本书 含金量极高 里面还涉及到 国内极大实验室的实验数据 未免国外的人拿到 这本书 只在江津大学内部流通 管控严格 人家请的高博士 也是江津大学的 但这位高博士 极为高傲 见他一面很难 每天他只把CT答案发给他们 一句话都不会多说 他们对江津大学的博士 十分敬畏 话都不敢多说 哪里敢找他要书 班主任怎么会有这本书 老师 陈柱紧紧盯着他手上的书 这本书 能让我看一下吗 八班班主任 熬夜熬得眼花 文言 只抬了下头 然后淡定地将书收起 拒绝 不能 这也不是我的 陈柱一愣 他原以为班主任是给他们借的 八班 怎么了 任婉轩收卷子的时候 发现他在走神 陈柱将事情跟他说了一下 任婉轩捏紧卷子 你确定是江津物理 对 陈柱点头 他们俩显然都听说过江津物理 卫士魔班主任不给我们 任婉轩确认之后 难以理解 他跟陈柱没想到有一天 班主任会拒绝他们 可能是太珍贵了吧 我们再想想办法 陈柱按了下眉心 这本书 他们无论如何 也是要拿过来的 晚上 依旧是一群尖子生的培训班 七点半 放完视频 八班班主任偷偷将白脸叫出来 把书还给他 并叮嘱 这本书你放好了 哦 白脸慢吞吞地接过来 又偏了偏头 我会问宁萧他们 要不要看 到时候再给您 八班班主任眼睛一亮 知道了 回去吧 阶梯教室 任婉轩一行人 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提前离开 不能让高博士的助教久等 陈柱看了眼班主任的方向 收回目光的时候 忽然看到他身边的白脸 白脸刚好回到座位 他正将一本书 放回书包 以往他不会注意白脸 也不会关注他看了什么 然而今天 他认出来那本书 那是他早上 在班主任桌上看到的 将近大学物理 陈柱深吸一口气 一众极其不理解 以及失望涌上脑门 八班的人 相对于学校其他人 是有重高高在上的 所以他不理解 为实摩 班主任宁愿借给 可能都看不懂的白脸 也不愿意借给他与人婉轩 第25章025 不能让他偷摸 跑回去学文 你今天动作怎么这么慢 任婉轩早就收拾好 在一边等他 他们的赶去 县高博士的助教 往日每个人都很积极 今天陈柱动作少慢很多 教室里人多 陈柱知道没想公布 白脸跟人家有亲戚关系 没有说话 直到上了车 他才问 你那个亲戚 到底什么来头 能有什么来头 清水间 我外公他们都查过 户口都在计价 任婉轩知道他说的是白脸 他并不在意的道 他怎么了 很奇怪啊 陈柱看向车窗外 英俊的眉眼 拧着困惑 班主任魏师摩 把将军大物借给他 任婉轩本在看高博士 助教给他发的地址 文言 他疏然抬头 你确定 十有八九 他应当不会看错 相称 CRFS研究所 江富林目光盯着探测器 一手拿着纸板 一手捏着笔 整个眉眼落在实验室 不明显的阴暗里 面色冷凌 让站在身后的组元器 都不敢大声喘 产生刀的几率不大 加大对加码涉嫌的探索 他草草记录几笔 偏头 将记事本交给助理 提问 知道原理的吧 他抬头 随机点了一个组元 组元昂首挺胸 贺文的录音比到了之后 他们忘记的 能反复拿出来复习 刀进入探测器中 会被原子俘获 形成奇特原子 从而是放出加码射线 看他能顺利回答 其他组元 提在嗓子眼的心 瞬间放回 江富林收回目光 倒是好带多了 江富林一边往外面走 一边解开防辐射外套扣子 声音寡淡 实验报告发我邮箱 助理拿着 记事本警跟在他身后 对了 江富林指尖 停在深蓝色的扣子上 微调的凤眸低连 去拿两个 江京大学域背影的邀请马 好 助理将这件事 记在行程上 江富林没有其他事了 慢条丝里的 将外套放在休息室 就拿上手机 走入升降梯 他最近一段时间 都回去得很早 当然 这个 早 是相对于以前的他来说 助理站在升降梯外 等升降梯到达地表层 他才感觉不到 来自对方的压力 又想起来 江富林吩咐的是 去找江京大学那边 要预备赢的邀请马 不说江富林 在江京大学物理界的地位 光是江家每年 给江京大学的科研经费 别说两个邀请马 让他们把预备赢的名字 改了 他们也不说二话 不过 他要邀请马干嘛 能进他实验室的 都是被江京大学抢 注送APP名额的学神 每个人都有预备赢的账号 助理想不明白 但也不敢妄自揣测 大佬做什么 肯定自有他的道理 星期四 因为周末要月口 张世泽大课间 没出去浪 而是坐在教室复习 啊 该死的英语 张世泽看着 abandon 觉得 这就是他此生大敌 我从没这魔 恨过江文帝 真的 张世泽对他后桌吐槽 他但凡让白丽 不说白丽 只要让白仲语 或者白湘俊 这两人其中的一个 多活十年 或许我们 就可以就不用学着 该死的英语了 让我重生到大永朝 我去创死江文帝 后桌身表赞同 张世泽满意地点头 又去拍他同桌的肩膀 学生 你的意见呢 宁霄抬眼瞥了他眼 没回 只叫了下白脸 并将笔记上墨记清楚的地方 指给白脸看 宁霄面容冷白 这个你昨晚听懂了 昨晚白脸听完就去吃饭了 他没敢说他 有些墨记下 白脸回头 一手慵懒地搭着自己的椅背 一手拿着笔 在他本子上画图 指尖引白 设每个方向的磁感硬强度 磁场分布函数 就是这个公式 可以判断出领头肩 他说话慢条思理 讲解的竟然分外清楚 旁边的张世泽 分明没有学过竞赛题 竟然有瞬间 也觉得自己懂了 宁霄觉得有些可怕的 看了白脸一眼 阴郁的脸难的错愕 你是有影像记忆吗 他是怎么听一遍就能理解的 而且讲解的方法 明明跟江富黎完全不一样 却更清晰 宁霄在学习方面向来自信 现在先是江富黎后又白脸 甚至连那个小孩 都让他时常怀疑人生 白脸将比再指负悠悠转了个圈 又瞬间握住 思考 影像记忆 的意思 他点头 有可能 宁霄收回来笔记本 我只建立了宫殿记忆 没你快 理解能力更莫他好 旁边还在被abandoned的张世泽去搜了搜影像记忆 跟宫殿记忆的意思 搜完之后 目瞪口呆 真好 他前桌 影像记忆 他同桌 宫殿记忆 他 七秒钟记忆 张世泽面无表情地收起手机 愤愤翻开单词本 看了一夜后 他又羡慕极度恨地看着同桌 以及前桌 世界上寄性好的那么多 多他一个会怎样 等白脸凝霄讨论完题目 陆小涵才回头跟白脸说话 白脸 你看 陆小涵偷偷拿出手机 把一张图片给他看 这是我们为你挑的剑舞服装 你觉得行吗 白脸抬了头 那是一套古风衣 上衣是一件白色香精边外衫 下裙是红色绣黑金层叠纹路 我觉得你穿肯定好看啊 陆小涵睁大眼睛看着他 白脸第一次来穿的就是马面裙 他觉得十分惊艳 就是颜色太素 所以这次他特意挑红色系 最美的人当然配最艳的颜色 白脸 见白脸没反应 陆小涵不由叫他一声 嗯 白脸看着图片回过神 又长又黑的眼睫 微微垂下 覆盖住深黑色的瞳孔 他手指着下巴 似乎是有些懒洋洋的 谢谢你 但我现在不穿这类色系 啊 那好吧 陆小涵摸摸鼻子 有些遗憾 不过没多问 那这颜青色呢 他翻到后面的一张图 白脸浅浅撩起眼睛 朝陆小涵勾勒得懒散的笑 不用 我衣服都是我外公给我做的 到时候 我找一件合适的 你给我配个长件就行 静恒做的每一件衣服 都能放到舞台上 白脸有时候觉得 这样的手艺给他做衣服 会不会有些浪费 不用嘛 陆小涵不死心 他还是想给白脸买好看的裙子 我们班费还多得很呢 见白脸真的不用 他只能收起这个打算 去给白脸挑长件 既然不能买衣服 那他们就买最好看的长件 培训班 宁霄全程都在努力刷题 除了学习 他很难对其他东西产生兴趣 白脸看完录屏 拿出手机 慢条思理的打字 询问江复离 我看完大物 能把书送给老师吗 手机那边 江复离刚摘下眼镜 就看到这一句 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江老师是真的觉得 有人很可爱啊 什么都会来问他 江老师 给你了就是你的 随意处理 白脸收到消息 才将手机收回 他抬头 用笔随意戳了下宁霄的肩膀 有本书 你要看吗 什么说 宁霄回头 低声询问 白脸将江津大学物理抽出来 给他看 这个 阶梯教室 没有人注意到白脸这边 但今天一直对白脸有所关注的沉着 这次确定了 白脸手上的那本书 就是江津大学物理 他昨天莫看错 沉住身边 任婉轩也注意到他的目光 朝白脸那个方向看过去 竟然真的给他了 他很难不生起疾恨 昨天听沉住说其他尚且不太信 直到今天亲眼看到 八班班主任将今晚的CT发完 大家好好作题 校长找我开会 有什么疑问 微信上找我 或者明天问我 说完他便转身出门 老师 任婉轩深吸一口气 他在所有人的目光中站起来 任婉轩 班主任刚到阶梯教室门口 听到声音 他停下来 有些诧异 你有什么疑问吗 任婉轩拿着包 他看着班主任 众目睽睽中开口 老师 我一直相信你的 但是魏石魔 你应该是知道 白脸的李宗多差 也不会不知道 他是凭谁的关系进来的 魏石魔处处偏向他 这句话说的 白脸抬头 眯眼看向任婉轩 八班班主任 听住任婉轩的话 却是一愣 我偏向他 昨天我问您借将军大物 您说不能借 陈柱没想到任婉轩会 直接说出来 他目光复杂地看了眼白脸 吃一片刻后 还是站在任婉轩这边 但今天分明借给了白脸 如果说 刚刚任婉轩那句 还不算什么 陈柱这一句 却在阶梯教室 激起千层浪 在这里的尖子声 没有哪个人 莫听过江津大学物理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魏石魔借给白脸 却不告诉他们 所有人目光转向白脸的方向 白脸依旧保持原本的姿势 坐在椅子上 漆黑青透的眼眸 淡定又从容 白膝纤长的手指还松松 捏着一本书江津大学物理 众目睽睽之下 他懒洋洋的 江书转了个圈 一缕黑发 慵懒地搭在眉眼 他根本不在乎任何人的目光 八班班主任也反应过来 也终于知道 魏石魔培训班的人 对白脸逼之不及 他凭谁的关系 尽培训班 八班班主任 重新返回到讲台上 他对上任婉轩的目光 丝毫不退却 任婉轩嘴角 还挂着冷风 他不想让班主任 蒙混过去 他八十五分 怎磨尽的培训班 您明知故问 白脸在他眼里 只是清水皆云云众生中的一员 除了人家 白脸还能有什么关系 培训班其他人 跟任婉轩有差不多的想法 他们都是凭着自身实力进来的 忽然间来个 不知道是什么的人 这群傲得不行的尖子生 看不起白脸也很正常 学生与老师之间 应该建立信任的关系 班主任点点头 他看着任婉轩 任同学 陈同学 那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疑问 正好手中的电话响起 是校长 老李 你怎么还没到 我这有个好消息 正好 校长 班主任声音倒是平静 他打断校长 我想问一下 白脸同学是靠谁的关系进培训班的 任婉轩静静看着班主任 嘴边的机翘像是 像是在说看你能说出什么花来 靠什么关系 寂静的叫事 校长声音通过扬声器清晰地传出 十分诧异 白脸是因为一组窝环对撞数据 被特招进来的 这件事 你上次问的时候 我不是跟你说过 老李 你是不是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 校长说完 又严肃的 白脸同学对数据敏感程度 简直前所未限 老李你得替我看住他 上面好多人在关注着 千万不能让他偷摸跑回去学文 整个阶梯教室落真可闻 第26章026事还不是件 月考 窝环在场 大部分人都知道是什么 但仅浮于表面 就算是在自傲的人婉轩与陈柱 也不敢说自己知道多少 至于窝环对撞数据 那是一些实验室才能做出来的数据吧 新同学不是李宗85分吗 他对数据究竟敏感到什么程度 让培训班破格特招 所以 当时任婉轩为什么说 白脸是靠关系进来的 所有人目光下意识地转向任婉轩 任婉轩的机窍僵硬嘴角 他一直以为是纪少荣跟学校打过招呼 毕竟有任家这层关系 他不信纪家人会不用 可现在 他感觉到周围人看过来质疑 不解的目光 这个教室任婉轩感觉自己一秒钟也待不下去了 喂 老里头你在听吗 校长一个人说了半天 莫人回 八班班主任回过神 校长 我等会跟你解释 那我们现在来解决第二个问题 他挂断电话 又对住陈柱开口 陈柱 刚刚有个字 你说的不对 你那个 剑 字 陈柱也愕然 他愣愣地看向八班班主任 一瞬间似乎是意识到什么 与此同时 八班班主任淡淡看着他 语气失望至极 你猜到了 没错 那本身就是白脸同学的书 我把他的书还给他 是需要征询 你跟任婉轩同学的意见 我很难想象 你是怎么说出来这句话的 莫人说话 陈柱张了张嘴巴 恍惚地坐回到位置上 他想了一万众可能 唯一没有想到的是 那书会是白脸的 他跟任婉轩都没有渠道拿着本书 白脸是哪里来的渠道 尤其是 他刚刚还在质疑老师 把书借给白脸 原来那书本来就是他的呀 我不知道白脸同学靠关系进来的这件事是怎么传出来的 满堂寂静中 班主任再度环视一圈阶梯教室 但是 作为一名受过十年教育的学生 你们不可能不懂留言对一个人的伤害有多大 很多人都安静下来 低了头 私下造谣重伤别人 八班班主任看着他们 眼里是失望的 我刚刚在想 这重视 为时魔会发生在你们这群尖子生身上 或者是我的教育方式有问题 最后的目光放在白脸那里 有纳魔一瞬间 他很想知道 他的老师是谁 才能教出来这样的人 从他身上 他才似乎明白 慎毒 这两个字的意义 大部分时候 他都不会将很多事说给白脸听 以免禅续瞻泥 班主任收回目光 拿着手机离开阶梯教室 只是走时 脚步却没之前那么轻快 七点半到八点 以往有不少讨论生的培训班 这次默认说话 他们都知道 白脸手中有江津大学物理这本书 很多人想见 谁都知道 有这本书对他们很有帮助 谢谢 宁肖在所有人的目光下 接过了白脸递给他的江津大学物理 等我看完 就还给你 不急 白脸右手拿着黑笔 懒懒在纸上写下一组公事 我看完了 你随意看 其他所有人 都目光火热地看着宁肖手上那本书 谁能知道 陈柱跟任婉轩求不得的书 就这魔被白脸随意借给宁肖 宁肖无视所有人的目光 似乎很随意地将书摆在桌面上 我们走吧 任婉轩不知道是什么心情 他向来看不起的技嘉人 却有他想象不到的东西 高博士要等急了 只有高博士 才能让他此时极恨的心稍微平静 他也不看白脸那边 拿着书包就出门 平日大部分人都关注他跟陈柱的动向 今天却没有人多看一眼 八点 大部分人离开 唐明身边围了一圈人 唐明 你看了江津大学物理末 都是平时跟他关系还可以的 此时语气羡慕 宁孝性格孤僻 培训班的人很少有人敢与他说话 唐明急急忙忙收起书 江津大学物理 刚刚白脸问我要不要看 我暂时没时间看 就让宁孝先看了 哎 宁孝 你俩等等我呀 现在他每天弄清江富丽的解析 都费力 哪里跟那俩变态一样 还能看其他书 住家人 七个跟住家人熟悉的人 也开口 你们小组也好幸运 江津大学物理呀 不知道我这辈子 有没有机会拥有一本 住家人嘴角却很僵硬 其他人不了解 住家人却很清楚 组成小组以来 他甚至没有跟白脸多说一句话 每天晚上的交流 他都借过回寝室 他收拾好东西 推开其他人 快步跟上唐明 唐明 你 住家人 唐明看到他 脑子里警铃一响 你应该要回去洗头了吧 过两天见 住家人将映住脸停在原地 洗头是他自己找的借口 此时却说不出反驳 只能看着唐明的背影离开这里 他现在好像知道 八班班主任那句 合群 是什么意思了 这个周末月口 星期五晚上 培训班 八班班主任在播放完录屏后 难得录了笑脸 给他们公布一条喜讯 他手撑着讲台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想上去拷贝视频的人停下来 等班主任宣布好消息 八班班主任显然心情不错 他扫尸一圈阶梯教室的人 昨天开会 校长说 玉北营的注册名额增加了一个 也就是 现在我们将有两个名额 两个 以往学校一个都没有 现在竟然能有两个名额 因为任婉轩这件事 一直很沉寂的培训班 终于热闹起来 老师 怎么会有两个名额呀 有人兴奋地举手 班主任摇头 不清楚 但对我们是好事 所以 我希望大家都要加油 要相信 一切都有可能 听到说的 并不是学习这件事 白脸就开始走神 他抽出席题 一只手取着压住席题侧 拿了支笔开始计算 浑身上下 散发着散漫 凝霄与唐明 坐在他前面 偶尔两人会交流两句 大部分是唐明询问凝霄 以前他是不敢问的 可现在见识过江复理 他觉得 阴郁的凝霄要比 江复理好接近一万倍 至于名额 唐明倒是无所谓 他觉得 比起这个名额 晚上半个小时的解析 更未重要 培训班的人 大多很激动 直到有个人小声嘀咕 这努力什么 多一个跟我们也没关系 一看就是他们俩的 唰 讨论声停止 目光看向陈柱与人婉轩 任婉轩与陈柱也相互对视一眼 任婉轩即便礼仪再好 此刻也难掩兴奋与微妙的优越感 原本他还在想要与陈柱竞争 他是争不过的 当然 任谦也不希望他跟陈柱争 因为陈局的原因 任家想麦陈加一个好 现在名额加了一个 那对他跟陈柱来说刚好 有高博士在 他没想过还会有其他人能与他们俩竞争 这两天 因为白脸这件事心中一直有预期的任婉轩 此刻终于长出一口气 将今大悟能拿到更好 眼下最重要的是将今预备赢的名额 陈柱与他的想法一样 他看向宁霄那边 在学校 宁霄拿第一的次数会比他多 但这一次 宁霄已经没了跟他竞争的机会 双休是相成一中的月口 星期六上午考了语文 下午数学英语一起考的 星期日上午考完礼宗才放假 白脸第一次参加考试 跟张世泽一起在最后一个考场 考完就听到张世泽在后面的惨叫 这次物理考的是什么啊 选择题 我都是摇筛子摇的 大题太长了 我都没看懂 白脸收起东西往外走 双休日 学校没有规定穿校服 他穿着长裙 是淡淡的雪青色 上面袖着兰花 一尘不染 风至雅韵 他随意拎着记痕给他做的背包 慢条丝里的 从包里拿出手机开机 露出一节过分白皙的手腕 整个期至于最后一个考场的人格格不入 只有张世泽敢与他交流 他挠挠头 找学霸寻求安慰 你写完墨 他问白脸 白脸摇头 没 那就好 张世泽松了口气 连你都墨写完 物理老师这次应该不会骂我了吧 白脸看他一眼 就没告诉他 他物理全写完了 低头回江富黎的微信 我下午坐公交去 江老师 好 我要下午才回 江贺说 窝环队撞击可以拆开 白脸这个星期不是上课 就是补习 根本没时间 今天才终于有时间 他坐着公交回清水街 一下车 就看到毛昆一个人 垂头丧气地蹲在公交站 怎么了 他看到毛昆脸上的青紫色 我干爹给你找人定制的 毛昆把东西递给白脸 摸摸脑袋 被格斗场的人打了 格斗场是黑水街实力最强的存在 谢谢 白脸没回那句 只接过他递过来的一包羊毛针 往清水街走的时候 才漫不经心瞥他一眼 真弱 毛昆 想哭 等会晚上十点在这个巷子等我 他转身进了巷子 毛昆抬头的时候 只看到一缕轻轻飘过的雪青色的裙杯 毛昆估摸着他的话 忽然间兴奋 就跑去112号的小卖铺打了会工 电长现在对小毛也比较随和 小毛 连连说的没错 你是个好孩子 他塞了瓶忘仔牛奶给毛昆 毛昆傻了 他叼着牛奶看货物进去 刚好看到俩巡逻的骗警 他瞥他们一眼 顶着伤口也很转 看什么看 死 小毛 电长严肃地看着他 对警察叔叔要礼貌 小毛同学不情不愿的 哦 勒生 然后在电长看不到的时候 回头狠狠瞪那两人一眼 刚收到小毛同学跟雇佣兵打了一架通知的两位 叔叔 季恒院子里 今天是季恒生日 季少君跟沈青都来了 沈青脸上挂着谄媚的笑 正在忙前忙后 给一个身材高挑 穿着正装的女人端茶倒水 任总 您做这些话吧 他们俩还要一话呢 沈青用衣袖把端出来的椅子擦干净 放在女人身边 抬头 眼里都是讨好 季少君跟季少荣在厨房忙活 人家威穿着米色西装 一手拿着手机 雍容华贵 威迷的眼看起来很精明 她没理会沈青 人家威身边 跟着她的秘书长 微笑着上下看了沈青一眼说 不麻烦你了 任总有什么要求我来就行 被秘书长这意味不明的眼神看着 沈青善善一笑 退到一边 院子门被人推开 人家威迷眼看过去 将目光放在刚进来的女生身上 打量着她 任家威早就在附近 女儿 季少荣嘴里听说过这个侄女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女生穿着血清色的连衣裙 整个衣裙看不出什么牌子 硬是季横做的 她见过任婉轩带回去过不少次 但是她都收起来了 白小姐 秘书长见过白脸几次 笑着打招呼 也同时向任家威传递 这就是白脸 的消息 白脸 她眯着眼睛开口 沈青连忙开口 她怕白脸这个脾气不小心 惹人家人不痛快了 阿脸 这是你二舅妈 快叫人 白脸也猜到这是谁 她一边摘下耳机 一边朝秘书长打了个招呼 这才对任家威点点头 算是叫人了 纪绍容跟任谦 都说白脸这个人有多礼貌 今天一看 也不过如此 任家威拿着手机 没威错 她从来不绕弯子 听婉轩说 你有将近物理这本书 多少钱能卖给我 白脸黑毛微微连起 有缕眉被挽起的头发落下来 散在雪白薄颈间 她语气很平静 不卖 二十万 够吗 任家威抬起下巴 在她眼里 二十万 这条街的人 十年可能都存不到 买一本书 绰绰有余 白脸根本没理会她 静止往自己房间走 没有人料到 白脸会是这个态度 秘书长愣了一下 她走了两步 追上白脸 压低声音 白小姐 今天任总是为了这件事来的 这本书你也看不懂 卖给婉轩小姐 就当是任家欠你一个人情 一本书而已 你不至于这么没气量吧 第二十七章零二七 一身反骨 将今预备赢 秘书长比任家威来得要多 这次任家威特意带上了她 本来她以为从白脸手中拿书 也就一句话的是 不说他们拿的是远超过那本书价值的钱 就仅凭人家的名声 她也不明白 为时摸白脸几乎没考虑 就直接拒绝 当然 我是绝对的小心眼 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呼吸 白脸脚不顿住 她抛了抛耳机 撇她一眼 已经是我忍耐的极限了 所以 你最好在我外公面前装得像一点 秘书长妹上七下惯了 因为任谦的重视 才肯多看季家一眼 却没想到她莫放在眼里的白脸 竟然丝毫面子也不给她 此时嘴边的笑凝住 中堂 季恒戴着老花镜 她左手拿着手绷 右手拇指与时 指尖拿着新烟干 白脸认出来 那烟干是季少君上次陪她去北城时 在商场特地给她挑的 季恒又拿着手绷的手 推了下老花镜 看住院子里的人 阿脸回来了 来看看 我给你绣的花色 她看出来 既然气氛有点不对 但一句话也莫提 只轻轻松松对白脸道 外公 白脸没回房间 将书包放在院子的石桌上 去揽住季恒的肩膀 你今天怎么还在秀 她抽了口烟 浅浅的烟雾散开 密书常闻着劣质的烟草味 不着痕迹的皱眉 透过烟雾 白脸略略一侧头 烟雾中 她冲着密书肠 挑眉嚣张地笑 无声开口 别惹事 密书长脸了眸中的冷色 在一抬头 看着任家威时 十分不减 任总 你看她这 想成哪个人碰到他们 任家不必一笔风头啊 就算是最近风头正盛的陈家 也不敢对她这么嚣张 哎呀 任总 沈青连忙开口 有点怕任家威因此谦怒 阿脸就是小孩子脾气 您别跟她计较 那什么书对吧 我晚上再跟她说一下 任家威莫里审清 她若有所思地看着白脸 同季恒不冷不淡地打招呼 祝您生日快乐 我还有个会要先走了 季恒抽住烟 嗯 问医生 等季恒跟白脸进屋了 她才看密书长一眼 行了 不卖就不卖 我还有个会 她拿出手机回复消息 一边往门外走 任家威做时尚的 与季恒两个极端 潮流与传统对撞 两人互相看不惯对方 她深信 一切流行与发展 都有时代的意义 而季恒那一套老派做分该改了 季恒却一直在坚持 任家威拧不过也就没管 好 密书长点头 她将任家威送出来 任家威七拐八绕地 找到自己 停在清水街的车 这才打电话给任谦 这就是你说的乖 她开出了一段路 将车停在路边 笑 您是不是旷我呢 怎么了 任谦刚从一场会议中出来 语气诧异 她将手边的记事本放到一边 我刚刚去记甲 想找你口中那个理好的侄女 买那本书吗 任家威一手拿着手机 一手搁在方向盘上 路过的树影将她笼罩起来 任婉轩是注定要走学业这条路的 她打下的商业还没找到合适的接班人 之前听纪绍容说起她侄女 似乎学习不是很好 她便起了培养侄女的心思 但任婉轩口中的白脸 让任家威有些退却 以为这侄女是沈青那类型的 她一开始便存着考量的意思 任家威想着白脸那一身季衡做的衣服 这侄女似乎是天生反骨 跟季衡像却又不像 她没给你 任谦也是诧异 她与那沈青不一样 但比纪老顽固要好 任家威评价一句 又道 我还有个会 先挂了 她挂断电话 手机那边 任谦习惯了任家威风风火火的态度 她将电话打给密书长 询问这件事 何止没给 密书长出了门 走在巷子里 她懒得提白脸的态度 就她这典礼仪 连任婉轩十分之一也没有 简直两副面孔 以后再说 任谦十分意外 思寸助人家威那句 天生反骨 你对他们家人 不要拿你在谈判桌上的态度 那本书任谦不太清楚 但看任婉轩跟陈柱的态度 她知道很重要 先生 密书长作为任谦的心腹 平日里的人见到她 哪个不仅小慎威 她冷眼瞥身后的院子 声音却是与面孔毫不相关的恭敬 为任谦表示不值 您对他们多放得下身段啊 可您一不在 这几家一家都不装一下 密书长好发失令惯了 时间一久 就忘了自己 也是从基层一步步做起来的 她在任谦面前 是谨慎的谦卑姿态 在别人面前可不是 任谦一愣 她沉吟半生 对密书自然没有怀疑 几家底子就在那 白脸也是有点年轻气盛 你眼睛放宽一点 用得着跟他们见识 说白了 也就是觉得 技家还不值得她发脾气 任谦卿声道 请她来任家的事 暂且先放放吧 我知道的 先生 密书长恭敬开口 她听着任谦 似乎有些不悦的语气 微微一笑 人家早有将白脸 请到人家的意思 今天因为她的一句话 让人家打消了这个念头 她是任谦的第一把手 擅长巧言令色 连任婉轩见到她 都要撑她一声 叔说 可没人敢如白脸那样 甩她脸色 密书长想了想 又拿出手机 给任婉轩汇报这个消息 技家 任谦的密书长 到底也没留下来吃饭 剩下的都是一家人 倒是其乐融融 记横将白脸 送给她的羊毛针 放在手边 一手拿着纪少君送的烟干 一边是纪少蓉给她的腌丝 沈青跟白脸帮忙将菜往上端 纪少君拿着一碟碗 放锅边给大家盛饭 透过窗户看记横仔细端 想着羊毛针 你怎么知道 今天是你外公的生日 他小声问来厨房端菜的白脸 白脸低头稳稳端起一罐汤 他今天的雪青色衣服 整个人都显得清了 微笑 这不是你偷偷买烟干的原因 简直威严耸听 纪少君丽 马转过头 不肯正视这个问题 我什么时候偷偷买了 白脸挑眉 端住汤就出厨房 沈青刚好进来 看来他血色的细腻手指 拿着刚炖好的瓦罐 连忙开口 你怎么也不拿个麻布垫着 给我 来 他接过白脸手上的瓦罐 你去把筷子摆好 到底是豪门长大的 不懂生活常识 白脸摸摸鼻子 他是莫感觉到烫啊 但很显然 沈青不相信 默默去摆筷子 饭桌上 纪衡坐在身边 纪少容跟纪少君 在看白脸给他打造的羊毛针 绣品跟不上时代 以至于羊毛针 现在基本上失传了 用的人少 整个乡城 也没有打磨的店铺 也不知道 白脸哪里找人打造的 包装羊毛针的布袋上 海前浅闻着白虎的标志 在场的几个人 多么在意这个标志 若认家有人在这 定能认出来 这分明是白虎拍卖场的标志 一顿饭 没有认家人 吃的倒也平和 吃完饭 沈青跟纪少君 将碗筷收好 那啥 阿脸真离开白家了 厨房里 沈青趁着没其他人在 低声问纪少君 对 纪少君将洗好的碗擦干净 头也没抬 户口本都牵过来了 哎我说你们纪家人 沈青气不打一处来 是不是哪根精美拧好 那摩大一个家 就算不喜欢 也别走 喝口汤也是好的 你说他是不是傻 说到一半 从窗口看到纪衡 沈青止住话头 他狠狠降纪少君手里的碗拿过来 出去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下午纪衡他们 要去清水街拜树神 白脸要去江河呢 就拿上书包 等着拜完树神 直接从那坐车 沈青跟着他走在最后 线前面三个男人莫注意 他才压低声音 任总中午说的 你怎么没同意 这对你也是好事啊 你现在来了乡城 以后可不就得在乡城讨日子过 白脸拿着耳机背单词 听沈青问话 他将耳机声音吊小了一点 哦 这件事我心里有数 白脸烟红的唇扯了扯 伸手将沈青头上的树叶拿下来 黑眸满是风轻云淡 沈青偏头 看着他半低的长节 姓眸微微脸着 剩下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现在的白脸看着 比纪念之前看到的要顺眼得多 同样是豪门 白家比人家可要有底蕴 他是没想到 白脸对他跟纪家人会这魔有礼貌 任家人向来是拿鼻孔看他们的 自小在贫民窟长大的沈青面对他们习惯卑微 习惯放低态度 因为他见过这些人一句话 就能改变普通人的人生诡计 沈青没再说什么 心底倒是涌起了诡异的想法 若是现在 纪绍军让白脸住过去 他应该是不会拒绝 乡城中心处的庄园 陈菊十分局促地坐在楼下 他喝着自己倒的茶 小心地用余光 看站在花窗边的姜富梨 姜富梨拿着手机 因为在家 只穿着一身绵软的黑色居家服 白玉般的手拿着黑色耳机 冷冷的 所以 你们不用脑子思考就算了 将西菊 脑子 也被你们入侵了 陈菊一边喂手机 那头的人祈祷 一边在想自己 喂食魔要在今天过来 他明明听小道消息说 姜富梨最近心情挺好 陈菊拿着茶杯 缓解自己的紧张 江赫早在姜富梨说话的时候 就蹲在大门口 陈菊很想跟他一起去蹲着 他正想着 外面传来轮胎摩擦马路的声音 再一抬头 明东横就带着女生进来 只一眼 陈菊就认出来 这是上次他在这里看到的那位女生 白脸一进来 就看到蹲在门口的江赫 他就伸手拎他的后颈 将人拎起来 抬起的眉眼 慵懒轻艳 小文芒 你蹲这干吗 白脸没刻意压低声音 空旷寂静冷铃的大厅 被他打破 陈菊瞪大双眼 连忙去看白脸 一边示意他小声 一边为他默哀 怎么有人在这位发火的时候 这魔不识去 他刚想着 就见江赫黎压低声音 晚点让 江西爵给我汇报 然后掐断电话 挺早 江赫黎将手机放进口袋 语气平静 先去实验室 他带着白脸跟江赫出去 大厅 还端着茶杯的陈菊 彷彿陷陷鬼了一般 他先是看了明东横一眼 才小心翼翼地询问 明先生 江少他 明东横已经见怪不怪 但只给陈菊冷酷的四个字 不要多问 卑微的陈菊 一个字不敢多说 心里只想住 刚刚自己面对那位白小姐 应该挺礼貌的吧 对了 陈菊想起来正是 您师父是不是在黑水街格斗场 嗯 明东横这才闷闷地回 你找我也没用 我师父不见我的 江少他都不见 啊 陈菊头疼 可你师父 是现今唯一的八段武术大师啊 明东横爱莫能住 隔壁 江赫黎的实验室 他没动手 只双手抱胸 看着两人拆窝环队撞击 白脸拆开内部观察了一回 终于看明白 原来 是利用外圈摩擦力差异形成的 用途应该很广 他冲撞的能量很大 对 江赫黎点头 日常生活中的蘑菇云都是这个原理 等一大一小两人看完窝环 天都快黑了 对了 要出实验事实 江赫黎给白脸发了个链接 给你个软件你下载一下 这是邀请码 都是大写的字母 说住 他爆出一串密钥 他知道白脸的记忆 不需要他重负第二遍 白脸跟江赫来到大厅 庸人送上茶跟水果 白脸跟江赫坐在一边 端起茶杯清秀一下 眼睛微亮 明东横在一边观察白脸 见他秀茶的动作 也是诧异 他问过许南景 老班张茶是价很高 能震摹土豪喝法的 也就江家 这位白小姐明明住在清水街 可感觉确实对老班张茶很熟 白脸喝完茶 身边江赫在拧魔方 他想起来江赫离给他的链接 于是点开直接下载 等下载完 他看到手机上出现的一个蓝色APP 将军大学预备营啊 这是他在白家听到过 来乡城培训班也听到过的无数次APP名字 园主甚至为了这个APP去作弊 他手指点着手机屏幕 不由抬头去看江赫离 他坐在沙发对面 左手随意地搭在沙发侧边 跟还没走的陈菊说话 见他看过来 浅眸微垂 像是在问 怎么了 白脸没说话 他收回目光 雪青色的衣服 压着他过分白皙的肌肤 一双眼黑白分明 指尖慢慢点开APP 随即弹出安全密钥 他输入江赫离给的密钥 进入注册页面 在江赫的注视下 漫不经心输入账号名 白简 他身边的江赫 默默转过头 沉默地拧魔方 注册好 直接登入APP 一进去就能看到三个板块 右边是排名 左边分别是 本月题库 以及 现实挑战 白脸看了眼 排名有两列 一个是 本月积分排名 一个是 总排名 他一点开 就是本年度新人的月分数排名情况 从上往下 显示着所有新人的名字 白脸慢慢翻着 N O 一梁无鱼28,896 N O 二许之月28,152 N O 今年注册的人数只有552 越往后 评分差距越小 能拿到预备赢名额的 都是天才 彰显绝对的天分 所以 他们都用真名 很少有人跟白脸一样 随意用ID 看到没有 梁无鱼 明年状元的热门人选 我压了他100万 希望他不会让我失望 陈局一眼就看到了APP的页面 得意到 忽然间看到 白脸552 连忙补救 白小姐加油 只要进入月排名前300 就有希望进江京大学 我相信你 晚上回去我就压你能进江京大学 白脸挑眉 只在听到 总分 下一十点开下旁边的总分 一打开 就被闪瞎眼 第28章028 我的木志明 不会有一个字的遗憾 总分大部分人 都是这样的画风 比如 N O 二 江西爵 1578 9258 N O3 马同风 998 7412 N O18 赫文8547127 这很正常 白脸看着右下角 自己的名字 N O 12589 白减零 他应该是第12589 不管在哪排名都是最低 目光再看最上面 N O E L 9999 9999 白脸 一揽众山小 再看看旁边艰难的月排名积分 很难想象 这第一是个人能写出来的 他有点怀疑 这系统的上限 是不是就是999999 这座风 他微微移开目光 怎么了 江富丽让明东横代臣局上去看那幅字画 却见白脸一手拿着手机 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他走过来 一手搭在白脸身后的椅背 微微轻声看了眼他手机 没眼睛了 一眼就能看到他正好点进的账号 账户名 白减 本月积分 零 总积分 零 关注量 零 粉丝数 零 江富丽盯着那个 白减 看了会儿 略显沉默 余光又冷冷扫着江鹤 江鹤脑袋都快跟魔方长一起了 郁闷的江头刻在魔方上 注册了呀 江富丽冷漠收回看他的视线 不仅不慢拿出手机 把之前卸载的某蓝色APP再度下载回来 嗯 白脸大放地展示他的ID 又想起来什么 打开微信给毛昆发消息 四个一斤沙袋 白被新回得很快 好地姐 晚上十点 白脸看记恒房间的灯熄灭 才溜出巷子 毛昆早就等在巷子口 他蹲在地上抽烟 黑暗里 只有烟头露出些微星红火光 姐 看到白脸来了 毛昆立马站起来 白脸带着一只耳机 听住单词 不仅不慢弯腰 拎起他 放在一边的布袋 四个一斤重的沙袋 他拿在手里颠了颠 才随手丢给毛昆 淡淡开口 绑到手脚上 啊 毛昆摸摸头 照着他说的 四肢各绑沙袋 然后尝试走了两步 两只脚沉垫垫的 手也沉 但毛昆也不是没有锻炼过 绑上沙袋 依旧能正常使用 一斤重的沙袋而已 他走得像是个扑棱额子 白脸没见过这磨弱的 他没拾摸表情的一开目光 今天先教你两招 白脸还没洗澡 依旧穿着白日的长裙 他将手积递给毛昆 重心后移 左腿半弯 右腿呈须部 右拳向上微挑 左拳收于腰际 右脚同时呈公布 浑身力量基于左手 又猛地出左拳 碰 他左手分明鲜细 握成拳的时候 可现骨节 毛昆看着距离自己脸不到三厘米的拳头 拳风将他的黄毛都吹散 他丝毫不怀疑 再往前三厘米 这个看起来柔弱的拳头 能将他鼻梁鼓捶爆 白脸被拳风吹得微散的头发 柔软地飘回到额前 月光下的脸似乎比往日柔和得多 他优雅地收回手 一双眼睛漆黑清零 慵懒询问 看清楚了 毛昆回过神 看清了 但莫完全看清 两个招式 毛昆学了十分钟 才看看记住 绑杀带练全对四肢伤害比较大 白脸拿回手机 说了个药方 挡身 白竹 鹿角 当归 相互各六十五克 穿胸 毒活 杜仲 一起研磨 带冷了 加入药成膏 摊贴在四肢 说完 见毛昆又是一副清澈愚蠢的眼神看着他 白脸 行 我打字发你 毛昆要哭的表情 谢谢姐 你们现在 都不学掌权 不学掌法 不武长枪 白脸看他打了一遍招式 好扮上 才收回目光 轻声询问 他微抬着头 看着天上已荆蹄圆的明月 冷月下 他的目光也是深了 幽远 毛昆见过白脸类似的表情 还是在拍卖会上 他在黑水街上看到他 但此时与那时的表情又不太一样 大家都学个逗招式 毛昆想了想 开口 现在的小孩子 学台拳道得多 长拳长枪这些很少有小孩学的 乡成以前还有歌舞馆 就是因为收不到人倒闭了 这样啊 白脸点点头 他收回目光 脸下眼眸 遮住眸底的情绪 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来见我 届时把沙袋换成两斤重的铁球 毛昆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去 白脸回去的时候 已经到十一点 以往会刷题的他 今天却没有刷题 而是打开千度 搜索 跆拳道 网上有很多视频 也有很多营销门店广告 他反复观摩了跆拳道这类视频 某菜国的 有点花拳袖腿 实战性不大 现在是很多人都学这个吗 白脸抬头 静静看向窗外 一视一人一明月 手机顶部忽然弹出一条消息 是他之前登陆的将近预备营APP 白脸点进去一看 他的账号新增了个粉丝 他一愣 还以为是官方小号 直到顺着粉丝点进去对方账号 账户名 L 本月积分 零 总积分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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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量 1 粉丝数 12587 白脸 果然 他就猜到应该是他 他点了个回关 笑了下 然后返回 关掉千度 现在太平盛世 海燕和清 也不会再遇到山匪倭寇 不用担心安危 只需安心学习 学这些花招式也足够了 他应该要为此感到高兴 相称一中改卷子相当快 星期一 基本上所有的分数已经出来 早上第一节课是陆灵溪 今天张士泽那几个难得没来晚 陆灵溪一进班级 就将手边的试卷递给课代表 让他发下去 这次的语文试卷中规中矩 十五班的人语文分数向来不错 一百五十分的卷子 平均分达到了一百零六分 比平均分第二名的八班多出十四分 下课后 陆灵溪拿着试卷 他看向白脸的位置 女生穿着蓝白校服 一下课就抽出吸踢裤 长洁腹下 窗外的阳光落在他的眉眼上 温和又雅致 正拿着笔垂眸安静刷题 陆灵溪看着他 好扮上 才开口 白脸 跟我出来一趟 白脸微差 他放下笔 跟着陆灵溪来到走廊 白脸 陆灵溪看着白脸 你能告诉我 你作文是怎么想的吗 作文 白脸微微抬头 略意私存 就认错 老师 对不起 他睫毛垂下 乖巧认错 陆灵溪一下子就说不出什么话 放缓声音 末世 你下次注意 尤其是高考的时候 我知道了 老师 白脸点头 陆灵溪笑笑 又拍拍他的脑袋 他长得有点高 就微微低头 让陆灵溪顺利拍到他的脑袋 回去吧 等白脸回去后 张世泽等人才凑过来 这几个人脸上都是疑惑 陆妈找你干嘛 说 我作文的事 白脸懒洋洋地坐回去 一只腿随意取住 重新翻开笔记本 作文 这摩一说 张世泽意外 你作文跑题了 不会啊 这次作文简单 说住 他拿过来 白脸随手放在桌子上的语文答题卡 不多不少 九十分 这次语文简单 张世泽都有一百零九分 你怎么就九十 张世泽不相信 看他前面的答题卡 根本就没错的地方 怎么就九十 一点也不符合他的身份 陆小涵也凑过来看 疯狂点头 怎么回事 是不是有份没家 杨玲也认真听住 直到张世则翻了一面 这次的作文很简单 命题作文 放弃 也是一种美丽 命题很简单 正常情况下 不会有人跑题 六十分的作文 连张世泽都有四十高分 然而 白脸同学只写了一行字 我不会放弃 即便刀山火海 我亦坦然赴死 我的木制名上 不会有一个字的遗憾 明明是在乖巧不过的字迹 一笔一画的 庞扶从书上硬拓下来 归整又赏心悦目 陆小涵等人 却从这字迹中 看到了又于这归整字迹里的字迹 一笔一末 皆是几两 旁边只有批改得很大的一个 零 字 就算是学渣张世泽 也从未见过 有谁敢在月考的时候 这磨写作文 同学 你这磨写作文会不会 有点 太嚣张了 张世泽看向前桌 他正低头漫不经心地算着数字 他忽然又觉得 这是他能干出来的 啊 陆小涵摸摸鼻子 借走白脸的试卷学字 上午最后一节是物理课 课间 李宗试卷发了 张世泽一瞥前桌的110分 再看看自己的186 意外之余 又开始嘚瑟 他小声对后捉到 这次物理老师 再也攻击不到我了 物理老师一手将试卷 卷成筒状 一手拿着保温杯 慢慢夺着步伐进来 他一边让人擦黑板 一边拧开保温杯 冷冷到 这次物理试卷 上下参差很大 有人110考满分 有人110考39分 张世泽睁大眼睛 不敢置信地 戳白脸的肩膀 靠 有人物理满分110 肯定是我同 他一句话没说完 物理老师就冷冷朝他扫过来眼 说的就是你 张世泽 你同桌跟前桌都是110 杨玲也是97分 物理全班平均分70 你的年级最低37分 是在挑衅我职业生涯 你还打扰你前桌 物理老师一根粉笔砸过去 给我坐好 张世泽 他不可置信地看白脸 不是 你总分不就110 怎么物理也是110 你化学跟生物呢 啊 这简直比语文作文还荒谬 说完 物理老师又笑眯眯地看向白脸 他心底的诧异不是没有的 这次的物理 撑得上难 几个尖子生都考得很好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位文转里的白脸同学也能考到满分 想着 物理老师就觉得可惜 怎么不是高二就转过来 那样参加两个物理竞赛还能争取到保送机会 下课 午间吃饭 白脸杨玲露小韩跟文娱委员四个女生一起 白脸 等会我们去试试舞台 学生会那边要看 文娱委员跟白脸说住 常见上午已经到了 等会我吃完就去传达室拿快递 好 白脸汗手 张士泽等一群女生说完 才拿着自己的饭过来 忧愿地看着白脸 所以你说的默写完 白脸熟练地将碗里的菜分一半给杨玲 文言 台谋撇张士泽一眼 语气不紧不慢 我生物跟话学却实没险 物理110 陆小韩睁大眼睛看着白脸 你是怎么考的 我听说全校就四个物理满分 你生物跟化学怎么不写呀 白脸低着眼眸 慢条斯理地吃饭 等咽下饭 他才抬头看陆小韩 那双性眼格外清亮 很理所当然 还没学 全桌所有人 六 五间 学校大礼堂 白脸跟陆小韩他们去的时候 大礼堂有很多人 陆小韩 你们来了 学生会文艺部的部长笑着 跟他们打招呼 你们稍微等等 前面小品排练完就到你们 白脸就找了个位置坐下 拿着耳机跟单词本 开始记单词 今天怎么这么多人 陆小韩看着李唐做了一堆男生 文艺部的部长小声道 没看贴吧 任婉轩要过来排练 他们都是等他的 陆小韩 哦 不常与陆小韩说话 余光偷看在背单词的白脸 你真的不把他拐到文艺部 新同学没时间 陆小韩压低声音 他学习很认真 好吧 两人说住 礼堂外面又来了一群人 陆小韩一抬头 就看到八班几个男生女生 簇拥着任婉轩进来 很快 学生会的会长 特意从后台出来迎接他们 等等 陆小韩看着小品结束后 有同学将钢琴搬到舞台上 这八班不是比我们晚到 学校贴吧 李传过任婉轩钢琴 拿过二等奖 陆小韩一看就知道 这钢琴是他的 唉 淡定 文艺部长压了压陆小韩的肩膀 无奈的 没办法 你也知道 任婉轩是外联部的财神 学生会的赞助 都来自他妈妈 他跟我们会长关系 也很好 人缘好 不缺钱 跟学生会关系好 学校经常为他们让步 任婉轩演奏的是钢琴 大礼堂的人都停下手边的事 认认真真看他表演完 看得出来 任婉轩从小学钢琴的 技巧跟情感都十分到位 表演完 潮水般的掌声响起 你别说 陆小韩对太子般的人看不惯 听完也不得不点头 八班人不怎模样 琴弹的倒是没得说 不常回过神 申表同意 走 到你们了 陆小韩看着任婉轩从舞台上下来 想起任婉轩刚刚专业级的钢琴表演 就小声叮嘱部长 白脸同学长建学的一般 到时候你告诉你们部门的人 气氛给我顶起来听到墨 部长墨分班之前 跟陆小韩是同学 现在学闻 他想了想 那要不安排你们下下个 什么 白脸刚备完一页单词 他按掉APP 抬头看身边二人 陆小韩摸摸鼻子 老实解释 白脸将耳机收起 起身 身姿鼻挺 一身蓝白校服 整整齐齐 漆黑的眼眸 微微眯起 慵懒地侧了下头 唇微勾 不必 第二十九章 零二九 你管这叫一般 文艺步步常立马掐着陆小韩的胳膊 用眼神向陆小韩传递着 真酷 我沦陷了 陆小韩微笑着 让他最好保持风度 然后带白脸去后台 高三转学生 在学校名气很大 七个学生会的人 看完钢琴演奏 听到他来了 都来后台偷看他 白脸脱了校服外套 里面指住一身 袖着水墨色 白鹤的白T 他拿着陆小韩定制的长剑 上下打量 长剑黑色外身 闻住金色图案 有他半身高 一斤多的重量 陆小韩原本怕长剑有点重 很难捂起来 却没想白脸举重若轻 庞扶拿的不是一斤多的铁剑 而是一片羽毛 白脸看了回 然后一把抽出 长剑莫开刃 但寒光避现 他深色的瞳孔映着剑光 白脸一手握着剑柄 一手松松把着剑翘 墨发被挽在脑后 他拿着寒剑 犹如白衣杖剑行走江湖的剑客 身上压人的气场随着长剑自然散发 他慢条丝里地将长剑收回剑翘 侧身 盗我墨 从这里上去 学生会的几个成员回过神 他们指了下上台的地点 钢琴已经搬下来了 等白脸撩开帘子 从后台登上舞台 几个人连忙往外涌 去台下近距离看转学生表演 外面走了 学生会的会长 与外联步步长正送任婉轩出去 你们怎么在后台 会长看向他们 任婉轩的钢琴 上过电视拿过奖 学校的人都想要看 但能看到任婉轩表演的次数吉少 这次因为 一直资助相承意中的资方来人 所以 学校才专门请了任婉轩压轴 学生会的人都知道 这次还未排练 贴吧的人就期待已久 都是来看任婉轩的 我们看完才回来的 陆小韩接人先走一步了 文艺部长留下来 向会长解释 白脸同学要表演了 我们正好出去看 新同学啊 会长对白脸这个名字自然也熟悉 那我等会也看看 行 文艺部长摆手 那你记得到时候鼓掌 新同学表演没有那么专业 等他们走了 这次还未排练 任婉轩才看向会长 白脸 就那个转学生 会长莫仔细看表演单 此时抽出来一看 没想到他也参加了表演 是剑舞啊 不过听说他不专业 任婉轩看着很长的表演单 他自己排在了最后一个 这是校方为了留住观众 特意安排的 倒数第三是白脸的表演 任婉轩随意收回目光 倒数第二个节目 是不是跟我有点壮了 跟前面一个换换吧 学生喜欢搞小团体 任婉轩他们这群人不是家里有钱 就是家里有权的 无论神模式家里都能给他们摆平 他们习惯了焦点在他们身上 任家甚至为任婉轩单独捐了一个食堂 与普通学生融在一起 这样久而久之 阶层矛盾就会很明显 普通学生越不敢惹他们 这些人就越嚣张越高傲 会长低头看表演单 倒数第二是一首刘浩英乐双人演唱 跟钢琴并不壮 但他肯定不会不给任婉轩面子 行 他把倒数第二的节目 与倒数第三调换 外面 舞台 一堆男生看完任婉轩的表演 懒洋洋的起身 互相打闹着准备回班级 怎么样 录屏没有 我录了 贴吧 不能传 回去偷偷给你们看 孝庆还没开始 排练不能外转 直到舞台再次打下一束灯光 什么表演啊 有人一边离开礼堂 一边问 白脸的 听说是剑舞 王宇得到文艺部的消息 拿着手机开口 刚刚文艺部的人说 给新同学点面子 让我们给他捧场 这才正常 他尝得那抹好看 也不是什么都会 一个男生笑了 八班那群人 什么都会才让我时常怀疑自己 我留下来给他捧场 那你们再差不多够了 部分同学急着 回班级 新同学的表演我孝庆 那天在看 走的人挺多 毕竟大部分都充任婉轩来的 留下小部分人抬头看舞台 这次倒是莫人偷拿手机拍摄 舞台中间 白脸穿着蓝色校服裤 白色衬衫 右手执着长剑 剑尖朝外翻 他垂着眼眸 长身玉立 即便还没开始 都能感觉到压人的气势 台下说话声渐渐停止 咚咚 节奏感极强的鼓声响起 他疏然抬头 睁开一双莫眸 右臂抬起 随着鼓声与笛声加入 他手臂外旋剑锋 从左到右画了两个里员 在短促的睁声结束后 手腕上提点剑斜指地面 睁声泉水叮咚 与清远悠扬对方笛声 渐渐混入 鼓声再度加入 白脸凭空一个翻身 整个人在空中腾起 手上的剑托离手指 片刻绕着他的手腕 翻飞一圈 在他落地之时 再度被他握住 鼓声有小剑大 他手走立圆 脚下直线串翻身 同时 右手挽着剑花 连转了将近二十次 剑身撕破长空 如同游龙穿梭 寒光乍起 而他足不沾沉 身姿轻如油云 白脸眼波 随着剑锋流转 纯阴厄随着他的剑身 进行到尾声 他身体后仰 右手翻转着剑在胸口划过 又瞬间翻身收剑 动 古典嘎然而止 将剑身立于胸前 他随着剑身 缓缓抬头 露出那双漆黑寒凉的眼眸 舞台灯光定格在他身上 犹如震动的雷霆 忽然停止 波涛汹涌的海面 忽然恢复平静 白脸依旧 站在舞台中间 此时没了寒光剑影 他身姿灼然 彭腐立于暴风雪山之巅 整个礼堂一片安静 直到白脸拿住剑 撩开黑帘 回到后台 寂静的大礼堂 犹如平静的油 锅进了一滴水 炸成一团 啊 陆小孩 舞台左边 文艺部长 就差掐他的脖子了 你管这叫不专业 这不专业 什么才叫专业 都怪你 我没有露屏 旁边一个艺术般的女生 轻声道 不说他晚的剑花 跟点剑绷剑 就指那个串翻身 我们艺术般的 都默认能做的这魔形云流水 要被掐死的陆小涵 台下 坐席上 一群少年 久久回不过神 王宇 你是不是录屏了 是不是 有人去抢王宇的手机 被抢了手机的王宇 我后面才反应过来 只录了最后二十秒 你们悠着点别 误点给删了 一群少年忙不迭地点开视频 距离舞台不近 僵尸平放大 才看到白脸的轮廓 白衣 蓝裤 手腕上模糊的红色束带 头顶白色聚光灯 少女那即便隔着遥远镜头 也能窥见的芙蓉之色 鲜明又有冲击力 剑似双雪 这种疏狂化仙的感觉 简直了 后台 没有人 白脸拿上了外套 陆小涵击人踩进来 把我们的长剑放好 陆小涵郑重地把长剑交给后勤人员 后勤人员目光还在白脸身上 接过剑 你放心 学生会的人是想多采访一下白脸的 甚至还想给他做一期校报专访 但白脸还着急回去写作业 并莫多留 等出了大礼堂 陆小涵才悠悠看着白脸 白脸拿上单词本 眉眼微台 说 你不是说你长剑一般 是啊 白脸一愣 白家人擅长长枪 回马剑 他也是 六一中除了 理 他都精通 巴雅他情书师酒茶会略胜一筹 而长剑他只学了记得花招 随手来个剑武尚可 真要打 还是长枪适合他 陆小涵看出来了 白脸是很认真地觉得自己长剑一般 他不是谦虚 不是 你管这叫一般 陆小涵回忆着刚刚那个艺术生的话 新同学到底什么环境下长大的 白脸点头 不然呢 陆小涵 这叫一般 其他人那还要不要活了 白脸手机震了下 他拿出来一看 是快递的消息 告诉他快递到学校了 他将手机放回兜里 想着晚上再拿 陆小涵一回班级 其他人瞬间围上来 为了避免白脸紧张 文宇委员没有跟过去 排练的怎么样 他紧张询问 陆小涵将书掏出来 然后狠狠捶了下桌子 靠 没陆平 我只能说 没看到是你们的损失 你自己亲眼看现场 才知道什么叫震撼 既上个部长之外 陆小涵再一次被人掐脖子 他不说还行 一说其他人简直想抽他 你这拿的标准答案 打闹过后 文宇委员松了口气 他看着陆小涵拿了张语文答体卡丽摩 上面规整的字迹很像标准答案 这个呀 陆小涵将白脸的语文答体卡展开 白脸的答体卡 我拿来临摹 等等 文宇委员不可思议地指着诗句填空 选修的课外选读 他这也能写出来 陆小涵之前注意力指在白脸作文上 没注意 他前面基础是九十满分 文言 下意识地低头 这次的语文诗词填空 有一题很冷门 十六 白相军 从军行 其二 中 两句表达了他侠气万千的豪情壮志 同时也引发了后世读者对他的各种解读 这一题陆灵溪还莫讲到 他们也没学过这首诗 但白脸的答体卡上却归归整整写了一句 才上戎车提血刃 斗酒闲月向重削 陆小涵下意识地回头看白脸 白脸正低谋 认认真真解一个椭圆体 他于是艰难地帮白脸解释 白同学以前学文的 可能跟我们学的不一样 吧 陆小涵几乎是心虚地加了一个 吧 字 乡成人对白相军的诗词如数加珍 乡成一中每次考试基本大都是他的诗句 即便是张世泽这种混日子的学生都不会写错 但今天这句比起他其他的诗句 实在过于冷门了些 白脸能写出来 真就邪门了 培训班最后一个星期 大部分同学知道这两个名额90%是任婉轩跟陈柱 但也莫放弃 学得很认真 八班班主任将今天的试题发下去 目光最后停在唐明身上 从今天开始 习题难度会再次飙升 每个人都有机会 希望大家不要放弃 唐明 宁霄与白脸一样 都没有立马做题 宁霄堂而皇之地拿出江京大学物理 随意翻看 他问了句唐明 你什么时候看 唐明回顾上次的解析 头也没抬 再说吧 现在末时间 八班班主任走之后 大部分同学都不由自主地看他们这边 尤其是唐明那句话 跟任婉轩沉住 熟悉的同学转移话题 问任婉轩 你们俩李宗是不是都是290多啊 嗯 这次题目不算难 任婉轩收回目光 好厉害 对方叹息 我277 物理只有104分 有好几题跟陪训题挺像 但是没做对 任婉轩跟陈柱 习惯了别人的瞩目跟夸奖 并不在意 几个人说住 忽然有人看向白脸那边 唉 你们说新同学考得怎么样 这句话一出 所有人都很好奇 白脸毕竟是被校长点名过的 强制不许他去学文 应该很不错 你忘了 他是被特招进来的 有人神秘开口 而且我还看到贴吧 有人说 新同学的表演节目 很惊艳 真的 身边都是讨论白脸的声音 任婉轩低头 慢慢将东西装进书包 表情冷讽 表演节目 专业什么 也就一张脸能看吧 明霄李宗是296 这次物理提醒 他们在培训班都做过 差的只有化学与生物 陈柱也非常好奇 新同学分数 不知道白脸多少 陈柱这次李宗297 任婉轩刚好290 任婉轩 刷 得一下拉好拉链 看了眼他们 很随意的开口 你们说新同学 他李赠110 总分450 第30章030户口本 给他高博士答案 这是任婉轩 在办公室看到的总成绩 他特地找了白脸的排名 高三接近900个学生 理科669人 白脸在理科排名427 任婉轩找了好久 才找到白脸的排名 也松了一口气 被校长夸奖的白脸 成绩也就这样而已 不足以畏惧 110 说话的男生十分惊讶 怎么这么低 任婉轩摇头 他不感兴趣 陈柱倒是找出原因 他生物跟化学肯定不好 应该只有物理还行 啊 其他人十分惊讶 那这样能考进北城吗 当然 他们也没想过白脸 能考入江京大学 今年陈柱跟任婉轩 能不能考进 都还是个未知数 更别说其他人 他们普通学生 最高想法 只是北城大学 只是这些 就不再沉住的考虑之内了 既然白脸和宁霄两人的分数 都比他低 他就没再关心白脸的分数 目光略过宁霄翻柱的 江京大学物理 之后 才低头开始收拾自己的书 然后在几个人艳羡的目光中 提前离开 小组其他两人跟上他们 他们知道 每天给人晚宣 他们答案的 是江京大学博士 九点 奶茶店 三个人都在认真刷题写作业 江鹤坐在白脸身边 明东横给白脸 江鹤倒了一杯水 然后江水壶放在桌边 示意宁霄唐明 自己倒水 唐明连声道谢 然后给自己 与宁霄倒了水 他在意中 好歹也是堂堂一学霸 然而 在这他垫底都不够 不说那个小朋友 只觉得小朋友旁边 那个狠壮的高大哥 看起来都比他聪明 门口的风铃声一响 江鹤行云流水般的起身 坐到白脸后面的桌子 江富黎披着深灰色长风 衣裹着冷霜进来 唐明一抬头 就看到他手上 拿着的红色硬壳书籍 这是 汉语大词典 今天学的是例子 江富黎将硬翘书帝 给明东横 聊开一杯坐下 冷白指尖漫不经心 将白脸放在一边的席体拿起 白脸在做英语 阅读理解 他背的英文单词还不够多 做起来并不是很顺利 抬了抬头 略微思寸 对 运动学英子 他有散射脚 可以当成二维碰撞处理吧 白脸说的是最后一问 前面的三小题他能写出来 没错 江富黎眉眼微调 他斩平试题 将习题递给白脸 你试试把你的理解说给他们俩听 这件事白脸很熟 确认大方向没错 他抽出一张白纸 眉眼垂下 慢条丝里的回 好 宁霄听过白脸讲题 并不意外 旁边的唐明听到白脸层次分明的讲法 芒达起十二分精神 他语速跟他本人一样 懒洋洋的 因为经常同技衡讲题的关系 他没有江富黎那种 遇到太简单 就略过的习惯 唐明听起来 竟也十分简单 他语速慢 他记笔记刚好 偶尔漏了也敢问 江富黎在一边 看着白脸在 纸上画下运动学英子 与散射脚的关系图 他画图很流畅四语 分割的距离肉眼 可见的等距 画图的那只手 也是细长白皙 彭扶拢着一层荧光 黑发被随手挽起 可见细瘦的脖梗 眼角眉梢都染着慵懒 身后 明东横看一眼就知道这本 汉语大词典 是给谁的 他坐在江鹤隔壁 江叔推给江鹤 把玩魔方的江鹤头也没台 把书又推到明东横面前 抗拒之意很明显 明东横 他沉默地 再次把书推给江鹤 以为江鹤不知道 小少爷 这是你哥给你的 江鹤冷酷地推回 明东横推过去 再推回 江副黎冷冷一眼扫过去 你们再掩嘟嘟鸟 明东横 江鹤看了江副黎一眼 想说什么 但还是莫敢说 郁闷地伸出小手 将推到明东横面前的 汉语大词典 拿回来 今晚题目白脸讲得很细致 虽然在白脸讲第三遍的时候 江副黎淡淡地撇唐明一眼 流露出的冷光 凌迟了他很多次 即便唐明这次月考 还是年级前十五 还是忍不住怀疑自己的智商 今天做完题 时间要比以往要早一点 十一点 白脸想起来 快递还莫拿 再拿 江副黎将电脑关机 表情没有什么变化 只见江电脑合上 白脸手上还拿着笔 姿态闲散地轻易靠背 头偏了偏 学校传达室 行 江副黎起身 你先刷题 白脸将曲剑马报给他 江公子不识人间烟火 快递都是管家助理取好 拆开递到他手里 还是第一次了解曲剑马这重东西 相成一中 晚上自习室开到十一点 所以 这个点传达室的保安还在 昏昏欲睡的时候 听到头顶传来一道冷声 你好 拿快递 仿如兜头泼下来的一盆冰水 寒意从天灵盖传下来 保安愣愣抬头 就看到一双浅淡寒凉的眼睛 脸庞过分白皙凌厉 居高临下的 透过窗户看他 金贵冷淡 危险的让人不敢直视 920147 江副黎淡淡收回目光 爆出一串数字 寄到学校的快递不多 保安末一会儿就找到快递 递给对方的时候 还弯腰说了一句 您慢走 等送走人 保安才回过神 他拍了下自己的脑袋 真是的 我为师母要对他说慢走 白皙拿到快递后就拆开 是公安局记得户口本 他记在季衡名下 乡城的公安局给他重新补办了户口本 唐明跟宁霄做完提刚走 白皙就住奶茶店的灯光 将这两页来回翻了好几遍 户口本依旧很薄 只记载了薄薄两页 户主季衡 外孙女白脸 他没有避开江富梨 所以他一眼就看到薄薄的两页 从江鹤认识白脸到现在 他没有调查过白脸 只是余光看着户口本 眉头微不可见地皱了下 白脸一直在看户口本 整个人默移往那摩蓝散随意 挺沉默的 江富梨伸手拿出手机 在网上找了个视频发过去 白脸被手机震动声惊醒 他打开一看 是几只长箱 看起来很笨的胖鸟 从这边夺到那边 又从那边夺到这边的画面 这是嘟嘟鸟 江富梨在一边 漫不经心地解释 因为太傻 现在已经灭绝了 白脸没忍住笑出声 他自然听到了 之前江富梨说的那句 不由偏头看江鹤跟明东横 明东横双手抱胸站在门口 见他看过来 有些猛 哗啦 旁边 再看此点的江鹤冷漠无情地 翻了一叶纸 十一点半 季恒依旧在巷子口等白脸 他每天中午会午睡 晚上点注灯秀一些作品 等白脸回来刚好 偶尔会做一点汤圆给白脸做夜宵 你在看什么 他打开手电筒 看着白脸 灯光太暗了 对眼睛不好 要看书回去开灯看 哦 白脸将户口本递给季恒 声音懒洋洋的 户口本 今天到了 季恒拿着户口本的手指一顿 他垂下眼眸 充满沟壳的手指腹摸着户口本 嗯 文医生 你学习压力不要太大了 文转里本来就不轻松 我跟你舅舅 也不想着你明年就能考上 他说了几句 看到白脸还在小声背单词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再听 白脸走在他身边 没有抬头 只慢条思理重负 你跟舅舅也莫打算 我明年就能考上 季恒 你这还真就一心二用事吧 白脸还在认真背单词 季恒这段时间也清楚了白脸的性子 他学习习惯养的是真的很好 虽然他不喜欢白家 但不得不承认 白家是个很好的大家族 把白脸培养得很大气 如果白脸从小在他身边 季恒也不能确定 能不能将他养成这样 他只能小声嘀咕 复读两年是养不起你吗 手电筒很亮 将一老一小的身影拉得很长 属于季恒的户口本多了一页 而属于白脸的黄策 似乎也不在 只剩下他一个人 星期二有生物课 生物老师跟物理老师在一个办公室 他知道 十五班两个物理满分 一个是宁萧 另外一个 他看着生物门科写住的 零 抬头 无奈地看着白脸 白脸同学 你为什么不写生物卷子呢 物理老师听生物老师一说 他就不乐意了 我说王老师 你怎么能这么逼迫白脸同学呢 你不知道他刚转里吗 物理老师又看着白脸道 他真是的 一点都不像我 我对白脸同学很宽容的 你学成什么样 我都不介意 生物老师 他对着物理老师很想骂出来 你介意什么 介意他考太高 物理老师下节课要去十四班上课 他夹着卷子满意出门 白脸低眉顺眼 他穿着校服 轻瘦其长 回答生物老师 老师 因为我还没学 物理比生物难上好多倍 他都能满分 生物怎么可能默学 生物老师半个字都不信 若不是打听到某人化学 也是 零 他甚至怀疑 新同学是不是对他有什么意见 白脸同学 生物老师是有些卑微的开口 那你说 咱们能不能适当的 稍微的 偶尔的 学一学生物呢 白脸物理基础已经学得差不多了 介阳灵的生物笔记本也抄完了 生物老师的想法跟他不谋而合 好 我知道了 老师 你不 生物老师本来还想苦口婆心 听到有人似乎是答应了 他精神一震 抬眼看他 真的 当然 白脸扬眉 好 生物老师点点头 他咳了一声 你眼睛长症膜大可不能骗老师 白脸 星期四 最后一天培训班 看完今天的录屏 八班班主任将最后的习题发下去 目光扫着培训班的人 今天是最后一天习题 明天将答案交上来 校方开完会之后 就公布两个人选 这一句激起千层浪 虽然他们知道名额不属于他们 但亲眼见证传说中的APP在他们学校诞生 那也是非常难的 手里手机一响 是学校催着他去开会 八班班主任旋急着走 也没多说 嘱咐完就离开培训班 等他关上门 培训班的人就沸腾起来 人婉轩 沉住 有人笑着看着他们俩 明天名额下来 你们下载了APP 能不能让我们瞻仰一下 这话一出 几乎所有人都朝他们俩人看过来 是啊 任婉轩 明天给我们看一眼呗 任婉轩收拾东西 虽然表面不显 但是他内心也极其激动 好 到时候 谁想看跟我说 他平淡地开口 低头接着收拾东西 今天最后一天 任家再次请到了高博士 任婉轩不想迟到 陈柱起身时 看到宁霄把那本书都给了唐明 他脚步一顿 压低声音询问 他没答应把书卖给你 陈柱知道白脸跟人家有关系 原本他以为任家会想办法买到 但这几天任婉轩一直没有消息 没有 任婉轩往门外走 不太关心 他要是愿意卖 我本来还打算把高博士的答案给他 听到他这摩说 小组其他两人十分惊讶 婉轩 你人真好 每天的习题 任婉轩只给了陈柱完整答案 现在竟然愿意给那位转学生 这培训班是江津大学今年特赦的 大家都是竞争关系 评分靠前 说不定会被江津大学的人关注 他们理解任婉轩只给他们一半答案 毕竟任婉轩是无偿的 能有一半答案 他们也十分感激 想到这里 两人不由 看向白脸那边 或许 这位心童学知不知道自己究竟错过了什么 我许不登线中古董 我许不登线中古董